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周行川上热搜时 我刚结束了一门课程 左脚才踩进办公室 就被楚心抓到座位上八卦 没想到周行川不仅会演戏 还会写歌 真是我的梦中情难 不知道从哪儿爆出来的一段模糊的视频 教室里穿着白T的男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 少年青涩地暗恋心事在吉他伴奏下缓缓诉说 最抓人心的是视频的最后一秒 他凑进了话筒 留了一个晚安文 然后瞬间红了脖稿 视频里的男生没有露脸 可脖子上那颗质和独一无二的嗓音 无一再宣告 这就是周行川 楚心把最后几秒反复播放了几遍 感叹道 周行川老婆到底是谁吃得真好啊 三年前 周行川凭借着电影《星途璀璨》 一举掌获金鹿奖影帝 颁奖典礼上 女主角脚下打滑 倒在了她的怀里 画面很美 大家都说 电影里的毕结局 在现实中得到了圆满 可下一秒 周行川就宣布自己是已婚 周行川神秘的另一半成为娱乐圈的一个谜 我揉了揉楚心的头 开着玩笑 你就确定是写给她老婆的 万一是写给别人的 毕竟作为周行川老婆 我和这个视频是初次打照面 不可能 我不信 楚心捏着我的肩膀画 用何以称的语气审判我 吃不到就胡言乱语是吧 梁远兴 承认梁远兴 你极度地发狂 我被她逗笑 没有在争辩 这时置顶微信弹出来一条消息 来自Z 晚上回家来吃 我盯了屏幕 三秒回复过去 好 然后和楚心说了句 晚上不能陪她吃饭了 楚心揶揄地看了我一眼 你老公回来了 我点点头 好吧 有个一天报备八百次的乖乖老公周行川 也没那么像 随后一脸意味深长道 祝你夜晚愉快哟 我牵了牵嘴角 心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和我老公关系不至于那么暧昧 哪家乖乖老公会把微信聊天 当作日成本再聊 我这么想知道 她的行程大 可以直接在后援会的群里看到家的时候 周行川已经在了 早上出门乱成一团的房子 现在已经焕然如新 周行川带着围裙 像是把家里打扫了一遍 正弯着腰整理沙发 脑子里电光石火 我几乎是丢下包冲了过去 早上收衣服 我随手放在了沙发上 暴露在最上方的是我的内衣 我出门前觉得看着不整齐 又在上面压了个抱枕 等等 沙发别整理 可动作还是慢了一步 周行川已经挪开了抱枕 我一个闪身 先周行川一步扑在沙发上 眼疾手快遮住了那件内衣 脚下却没稳住 扯着周行川一起往沙发上倒 高挺的鼻梁就这么撞上我的耳阔 疼吗? 做什么这么冒失? 周行川皱了皱眉 伸手揉了揉我的耳朵 我下意识地躲了躲呀 这句话一出 我俩皆是一正 我这发出的是什么鬼? 声音怎么这么嗲? 舒然间 半压在我身上的身子僵了 周行川迅速翻起身子 刚刚那只抱枕出现在了他的大腿上 他的皮肤很白 此刻耳朵、脖梗已经染上了可疑的薄红 成年人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跑吗? 我还真没见过 漫长的十秒过去 还想看 周行川微微皱了皱眉 声音低沉又沙哑 我看了一眼他腿上的抱枕 落荒而逃 从厨房端菜出来 沙发上的衣服已经被叠好了 我闹了个大红脸 狡辩道 我今天是出门太着急了 家里平常不这样 周行川不致可否 只是微微挑了挑眉梢 表情不变 可我已经读懂了 他想说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以后我会注意的 周行川往我碗里放了个包好的虾 不用 这样就很好 哪里好了 我把虾塞进嘴里 你今天怎么回家了 两个月的戏 到今天也才十五天而已 之前都是禁组及常驻了 媒体多 他微微皱了皱眉 很烦 周行川抬头看我 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脸 我下意识去擦他指的同方向 脸颊一片干净 刚想拿起手机照照镜子 一阵清新的柑橘香扑面而来 周行川轻身过来 往我的右脸擦了擦 指尖微凉 脸却发烫 我有些慌乱地接下他手里的纸巾 我自己来 周行川 撵了撵手指 明明出糗的是我 我却发现他的脖子突然红了 莫名想到热搜上的那个视频 少年对着镜头亲吻脖子 染了整片红色 我心念一动 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 周行川 嗯 你的告白曲是写给我斟酌了一下用词 喜欢的人吗 周行川愣了愣 点了点头 嗯 心脏磨地沉了一下 是谁呀 我认识吗 语气故作轻松 周行川疏然抬头看我 眼神里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心里发慌 埋头吃饭 不说 也没事 我就随口一问 漫长的几秒过去 周行川才很轻地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吗呀 直到周行川进了浴室 我才后知后觉 他好像有点生气了 只是他向来情绪很轻 看不太出来 饭厅的气氛冷下来 我手里的饭也不香了 于是准备把剩的菜放进冰箱里 刚打开冰箱 就看见一个精致的石盒 静静地躺在保鲜层 城东老字号那家糕点 老师傅手工限量 每天对排得老长 而周行川向来不喜甜 我突然想到 刚才他说的那句 媒体很多很烦很烦 所以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买了和自己我喜欢的糕点 周行川总让我琢磨不透 明明我们只是协议结婚 他却在事业巅峰期 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婚讯 我和周行川从小就认识了 从幼儿园到高中 青梅竹马 硬是没有培养出互相的爱意和暧昧 甚至结婚都是因为他爷爷年纪大了 才把陈年约定的婚约重新提起 可周行川不愿意 他在书房跪了一夜 还挨了顿打 把爷爷气到住院 是我主动找到他 提出和他协议结婚 医院长廊之下 周行川抓着我的手腕莫名颤抖 梁远兴 你不要后悔 我的手腕被他握得发烫 连同心脏也一样 不后悔 大不了等爷爷病情稳定以后再离婚也 话还没说完 周行川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腕 直奔民政局 我还是很好奇周行川的热搜 躲在房间里重新拿出了手机 刚打开微博就被惊吓到了 我在微博上没有社交 如今右上角却闪着999家的消息提示 点开评论区才发现我设置的内容半年可见 因为会员掉了之后 全部显示了多年以前记录的少女心事被赤裸裸摊开 其中一条陈年旧微博更是被疯狂转发 那是一张周行川在高二运动会上跳远的模糊侧脸照片 高中的周行川原来是博主在吃 呜 好帅啊 从第一条微博算起 十年微博全是周行川 纯IP应声倒地 专属于周行川的微博 这谁能不说一句真爱 是啊 娱乐圈那么多男明星 我却只追周行川 就像当年运动会上老师叮嘱我拍出所有运动员的风采 事后做宣传报 却只能无语地看我 我说的是所有运动员 不是周行川 还有那天领完证回到家里 连我妈都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太草率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个戳盖下去的时候 我的心跳有多快 不知怎么的 我突然害怕周行川认出这个账号是谁 敲开侧卧门 我的脚步还有些虚浮 房门应声而开 周行川穿着宽松的浴袍 头发还滴着水滴从定角滑入胸口 引在了肌肉线条之间 耳朵上的蓝牙耳机闪着 我有些慌乱地转了身子 我等会儿再来 刚要落荒而逃 手腕上传来一道力量 下一秒 我便被拽入了房间 困在了他的手臂方圆内 耳机里还在通话 电话那头经纪人的声音大道 连我都听得清楚 北极星星到底是谁呀 高中同学吗 有没有你的黑料啊 需不需要联系我 竖起耳朵 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周行川猴杰上下滚动 先不管挂了 悬着的心又落回下去 他并不知道北极星星是谁 也没兴趣知道 喜欢周行川的人一直都很多 高中也是这样的 他对所有人都冷淡 包括我可看到今天那个视频 我才知道 他对自己喜欢的人 也能真诚又炽热 找我有事 周行川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抬起头 猝不及防撞进了他深邃的眸子 心中色然 今晚不该八卦你的 我一开了视线 当初说好了 互不干涉 是我越界 话还没说完 周行川就突然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手掌微凉 混着清新的柑橘香 沁得我头脑发昏 大概是错觉 周行川像是轻笑了一声 他松开我 又转而把手放在我的耳后 覆盖着我整个后脖梗 耳朵越来越热 心跳越来越快 你高中最喜欢的那本何以呢 他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 不知道周行川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可眼下的情景我无法思考太多 我强压下心跳 回忆上个月老宅整理旧书 我寄给资助的女孩了 说起小说 其实并不是太好的回忆 高中晚自习看小说 被老师没收 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开处刑 周行川这个第一名 坐在你旁边 真是浪费资源 全班哄堂大笑 那种窘迫感到 如今想起来还很鲜活 从那天之后 我好像就不怎么看小说了 怎么了? 周行川愣了愣 难难道 原来是这样 什么? 我不明所以 星星 你再问我一次 他突然凑近乎 是蛊惑 什么都可以 我瞬间心如雷鼓 连心跳都乱得不行 电话响了起来 屏幕上赫然闪烁着梁亦诚 我想挂断 却在慌乱之中暗沉了接听 电话那头 梁亦诚的声音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 星星 我回国了 惊不惊喜 我下意识抬头看周行川 他的脸已经黑了 小时候 我们三家人是邻居 我和周行川 梁亦诚 甚至每年都有合照 我们的关系也挺融洽 七岁那年 梁亦诚搬走了 直到高中才转来了 我们同班再见面 周行川和梁亦诚 莫名就有些剑拔弩张 主要体现在 梁亦诚见了周行川就哼哼 好装逼呀 他周行川也是 见了梁亦诚就冷脸 我脑子疯狂转动 最后指了指手机 想先离开 刚从周行川胳膊底下钻走 又被拦着腰抓了回去 周行川默的附身 在我右耳边开口 几乎是气声 就在这街 一瞬间 苏马赶窜遍了全身 左耳的电话里 梁亦诚嚷嚷道 星星 你怎么不说话 开心疯了 我是要疯了 脑子混沌 我支支吾吾欢迎你回国 是有什么事吗 梁亦诚语气突然委屈 你好冷淡 他哼了一声 你和周行川约定的两年快到了 我回来抢婚行不行 脑袋轰得一下 要炸了 他在说什么鬼话 我把头埋得更低 根本不敢去看周行川 话还没说出口 手机就被抽走 挂断 周行川紧紧掐住了我的腰 语气冰凉 他要抢谁的婚 梁亦诚知道我和周行川的协议是个意外 和周行川领证之后 他就进了组 却每天雷打不动 给我发来他的行程 处心见了 职责你老公是多年 你一天报备八百次 那时候 我的心里生起了异样的感觉 像是陷入恋爱一般 婚后一个月 周行川才回到了家里 我不小心闯进浴室的时候 他还没有穿上衣 新婚浴室裸男 本来该是多暧昧的画面 可我看见他背上是密密麻麻的伤痕 那是他拒绝婚约时候 被爷爷打出来的一道道伤疤 像是凉水浇在头上 提醒我别越界 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 周行川回了剧组 第二天 在梁艺诚的酒吧里喝醉 他笑 我都暗恋成真了 还借酒交仇的 应该是我吧 梁艺诚身边的女孩很多 他却总喜欢拿我当挡箭牌 想追我呀 在我心里 星星可是第一位 我当然不会当真 我没理会他的胡言乱语 说你懂什么 他又不喜欢我 连婚都是我求来的协议 说不定两年后就离了 被抓包我心虚得很 我不小心说漏嘴了 对不起 话还没说完 脖子上传来微微刺痛 他竟然咬了我的脖子 周行川双手掌控着我的下巴 让我不得不抬头 目光对上他的眼神灰暗不明 像是藏了很深的情绪 你总是和他说的比较多 他哑声说我 我没能说出口 因为周行川拖着我的下巴 直接就吻了下来 呼吸被掠夺 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却失去了所有力气挣扎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得以喘息 却又在下一秒被抱起 你干嘛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周行川一脚踢上了房门 夜间一夜无眠 我收回对周行川清冷自持的评价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在周行川的床上 身上清爽但酸痛 周行川的手机 衣服都已经不见 手机里也没有他的流言 下半夜的时候 我迷糊间就听见了 他接到剧组电话 应该是已经走了 我压下心中微不可查的失望 准备起床 门却突然从外面打开了 周行川一身家居服 清爽干净 但脖子上的痕迹很明显 那是我 下一秒 我就羞耻到把被子蒙上了 任他喊了好几声都不回应 早餐做好了在桌上 时间不够 不能送你了 周行川的声音从被窝外传来 我脸被蒙得发烫 闷闷地应了一声 始终没有探出头 过了几秒 头被人隔着被子轻轻拍了拍 周行川的声音更近了 我走了 星星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 梁亦诚在他的酒吧里 组织了好几次的聚会 我一次也没有参与 是不是周行川不让你来见我 我要报警抓他 梁亦诚在电话那头愤愤不平 我嘴上说着不是 心里却发虚 那天晚上意识沉沦的时候 我还想和周行川解释 梁亦诚只是喜欢开玩笑 周行川咬着我的脖子 闷闷道 不许提他 恰逢七中考 就这么错过了梁亦诚的局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我连续改到了好几张三十多分的卷子 心中难免烦躁 站起来倒杯茶 隔壁座位的楚心突然拉住我 操 我男神隐婚对象是蒋瑶 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我愣了一瞬 楚心谎话 我探班约会被拍到了 直到改完所有试卷 我才点开了微博 周行川蒋瑶周行川 隐婚对象 周行川蒋瑶 甜蜜约会好多个相关话题 第一个更是跟着豹子最热门的一组图 是由一个不知名的狗仔爆料出来的 走廊尽头 俩人靠得很近 相片看起来极尽暧昧 划过蒋瑶凑上去亲吻周行川的那一张时 我的心突然狠狠下坠 随后是密密麻麻的刺痛 我第一反应这是假的 可蒋瑶接下来发的微博却给我重重一击 他发了一张光盘 上面写着周行川三个字 落款时间 2016年6月1号 高中毕业那一年 蒋瑶发完就秒删了 但已经被截图下来风转 几分钟后 他又更新了一条指向模糊又清晰的内容 陪伴是最漫长的告白 网友一下就炸开了锅 我操 借你可藏的真身 效服到婚纱磕死我了 周行川工作室说句话 老公倒是爱蹭周行川签名 我一次性写一百个假的光盘里什么内容啊 是那个告白视频吗 是你吗 女主角 不久后 蒋瑶点赞了这条评论 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 他又连续发了好几条高中时期的照片 我看着熟悉的校服 疏忽想起一些已经被我刻意遗忘的瞬间 比如周行川和蒋瑶一起主持校文化艺术节 蒋瑶跑来要我给他们拍合照 那时候蒋瑶会在教室门外探头喊周同学排练了 引起同学一阵起哄 而周行川总是一脸淡定地出去 就让我以为蒋瑶也没什么特别的 办公室里 时针走向 八点半 我的电话响了 星星晚上回家陪爷爷喝碗甜汤啊 电话那头爷爷的声音钟气十足 我硬下来 转头就给保姆发了短信 爷爷上网了吗 保姆很快回复 嗯 气得高血压 差点犯了 周爷爷家教孙严 讨厌娱乐圈 更讨厌绯闻 可他的儿子和孙子天天又都在娱乐圈 周行川的爸爸妈妈是商业联姻 没有情感基础 周行川出生不久 他妈妈得了产后抑郁 反而又很年周爸爸 他在电视上看到周爸爸的绯闻 开着车跑了出去 周爸爸去追 在高速公路上双双出了车祸 从那以后 周行川成了周爷爷的唯一精神寄托 大家也一直觉得周行川很乖 却没成想 他在酝酿一场最大的叛逆 周行川进了娱乐圈 后来在我的劝说下 爷爷接受了周行川的职业 只要求他不要搞出乱七八糟的新闻 我担心周行川被罚 一路把车开得很快 我走进老宅的后花园的时候 周行川已经是跪着的 刚想上前 就听到周行川的话 周行川语气很坚定 像一把钝刀刺入我的心脏 他说我喜欢的从来就只有他一个 他真的这么说的 只喜欢讲谣一个 酒吧里 梁亦成晃着杯子 眼神中带着王位 我灌下一杯龙舌兰 点了点头 回想起热搜上的照片 心里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 他手中都有周行川亲手刻的光盘 那就是周行川的字 他写周的横折勾从来不勾 酒精裂道 我忍不住闭了闭眼睛 男男道 我描过无数次 不会认错 况且那天 在饭桌上 周行川亲口承认过 告白曲就是唱给喜欢的人 我猛地灌了好几口酒 被梁亦成拦下 梁远兴 有时候发现你挺傻挺好骗的 我怎么就没再努力一点呢 思绪越来越混沌 我拍开梁亦成的脸 你怜不到 桌面上的手机亮了起来 是周行川打来的 不知道多少个电话 刚刚我没有打招呼就走了 给爷爷发了短信 说试卷没改完 出了老宅门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最后来了梁亦成的酒吧 不接啊 你老公累 我要和他离婚了 他不是我 贴开盯着手机的视线 梁亦成笑了 行 那我陪你喝酒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脑子越来越重 连看梁亦成都变成了一个头两个大 我想到洗手间洗脸清醒一下 刚站起来就不自觉往前面倒 梁亦成连忙要来扶我 还没碰上 我就稳稳落入了一个带着凉气的怀抱 看清来人后 我摇摇晃晃地甩开他 不要你扶 周行川皱着眉把我拉回去 稳稳地支撑住我的腰 你醉了 星星哟 这不是我们大明星吗 彭壁生辉 说这客套话 梁亦成连屁股都没挪动 周行川把我裹在他的大衣里 我来接我太太 我瞬间被暖得意识模糊 没有力气挣扎 星星 我们回家了 周行川的怀抱是甘菊味的 温暖的 熟悉的 清冷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我下意识往香气园埋了埋 意识越来越模糊 只知道自己被周行川抱起来走了几步 周行川 你答应过我什么 别忘了 连杨已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答应过什么 他俩还偷偷有约定了 我趴在周行川怀里 忍着头晕 想抬起来问梁亦成 又被周行川押回去 我竖起耳朵 想听周行川的回答 意识却越来越模糊 意识清醒的时候 我还在周行川的怀里 场景已经是熟悉的家 其实在路上我就醒了 只是头晕 又想拒绝沟通 就闭着眼睛装睡 周行川把我放在床上 俯身要来替我脱外套 我晃晃悠悠地一脚灯开它 周行川拖了力气 被我揣坐在床上 愣愣地看着我 视线对上 我扇扇收回脚 一开视线 周行川 我们离婚吧 明明做了一路的心理建设 说出口声音却还是抖的 别说气话 周行川语气很软 做得离我近了些 他伸手来擦我的眼泪 动作无比温柔 我故意把眼泪沾湿了他的衬衣袖口 他也没有说什么 明明这个人最有洁癖 心里莫名委屈 我脑子发昏 说话几乎是凭着直觉 你不喜欢我还睡我渣男无所谓 你去找你的白月光 反正我们也只是协议结婚 周行川突然起身捂住了我的嘴 手也顺势拦上了我的腰 目光如炬 我挣扎不开 又说不出话 只能贴开脑袋 他松开我的嘴 板正我的脑袋 眼神忧深 星星 是你睡我 我无法控制的 想到那天晚上 周行川把我放在床上吻了很久 最后气喘吁吁地退开 使我脑子发懵 拽住他不让他走 翻旧账把自己给翻进去 我顿时心虚 可想到他的白月光 我又硬气起来 我不管 我要离婚 我也要去喜欢别人了 明天我就去喜欢梁以成 周行川直接吻了下来 动作凶狠又深入 我嘴唇好痛 也毫不示弱地咬破了他的嘴唇 血腥气瞬间在我俩之间蔓延开来 可周行川没有放开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松开我 轻咬着我的下唇 声音很沉 我不同意 周行川眼眶瞬间通红 星星 你不能对我使乱中气 结婚是你要的 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周行川的绯闻被连夜澄清了 周行川的工作室放出了另一个视角的监控视频版本 更加有说服力 在蒋瑶靠近的一瞬间 周行川就已经皱着眉躲开 同时 周行川的个人号只发了一句话 太太是圈外人 我很爱她 只是我忙着买醉 并没有看到我躲在自己的公寓好几天没有接周行川的电话 那天晚上我实在是撑不住 和周行川说好了第二天在谈 临到头又跑了 我后悔冲动说出的离婚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我说 我想冷静一下 周行川没有在逼我 只是一如既往地给我发自己的行程 他入围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马上就要到湾省去 金像奖颁奖的前一天是梁以诚回英国的日子 他到了机场才给我发的消息 我赶到的时候 登机时间已经快到了 真不考虑踹了周行川跟我去英国 梁以诚戴着墨镜 笑得魂不立 我摇摇头 看向登机口等着他的女孩 挑了挑眉 梁以诚 你知道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周行川了 就算他喜欢过别人 我愣了愣 坚定回答 就算他喜欢过别人 况且我能感受到爱意的 我又不傻 那天晚上我更多是借着酒进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罢了 如果周行川真的喜欢别人 我会成全他 但如果他爱我呢 暗恋本来就是一场盛大的豪赌 不是吗 梁以诚看着我笑 毫不留情地拆台 你就是傻 你就当我是吧 一路平安 那梁以诚挑了挑眉 傻子 我再送你一个礼物 说完 梁以诚突然上前 捧起我的脸轻声靠近 又再触碰到我的咫尺之间停了下来 我慌乱地推开他 别闹了 梁以诚 梁以诚被我推得退了两步 却丝毫不恼 只是向我抬了台下巴 我愣了愣 顺着他的视线转身 瞬间愣在了原地 原本应该在湾省参加颁奖典礼的周行川 正大步向我走来 一身全副武装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 机场的广播响起 梁以诚拉上了行李 冲着我笑 总要给他也制造点危机感 不用谢哥哥 机场的休息室 周行川把我压在门后 膝盖紧紧卡在了我的两条腿之间 几乎要把我架起来 他亲你了 周行川戴着口罩和帽子 整个人只露出了个眼睛 看不见表情 却能听出来带着隐隐的怒气 你怎么没去领奖 距离颁奖就剩几个小时 他怎么赶得上啊 周行川像是听不见似的 摘了口罩 双手揽上我的后腰 越来越紧 温热的呼吸扑打在我的脸上 周行川语气危险 他亲了哪里 又脸颊上传来柔软的触感 这里吗 又一到了唇角 还是这里 心跳不自觉加快 我偏开头躲他的吻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 你还管那么多 周行川又追了过来 额头抵在了我的脖子 低声道 星星 不要跟我离婚 我喜欢你 心猛的一正 骗人 我小声道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呢 他顿了顿 整个脑袋埋进了我的脑袋 语气又软又无奈 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吗 周行川从没用这样的语气说过这种话 这样视若心软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 周行川说完就这样安静靠在我身上很久 十针一针一秒地走动 我忍不住开口 那你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还在北城 我就重新考虑 周行川疏然抬起头 捧起我的脸亲了一口 又嫌不够 是的 加上了两边的脸颊 我被他抓着躲避不及 只觉得被一只粘人的大狗缠上了 一系列动作做完 他才一脸委屈地开口 怕老婆使乱中气 我还哪有心思领奖 扑 我没忍住笑出声 周行川撒娇 不太适合你 周行川偏过头 耳朵瞬间红了 他倾咳了一声 诚实到 梁以诚说要带你去英国 我怕你真的和他走了 所以从湾省急匆匆赶回来 这个傻子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盯着他看 周行川又来亲我的眼睛 牵上我的手 食指紧扣 其实不一定会获奖 没去也不行 我打断他 语气坚定 我相信你会的 所以快去 不拿奖 别回来见我 我查过最近的一班机票 还来得及 周行川又报了上来 那你等我好不好 我没有等他 学校和市里的贫困县 W县第一中学的合作项目 我被派到贫困县示范教学 出发时间已经到了 师范教学为期一周 上课 批作业 写教案 还得兼顾原本班上的同学 我忙得不亦乐乎 就连周行川给我发消息 我都是敷衍着回复的 我刚想把手机放下 他又发来了消息 那我能来找你吗 颁奖当天 我在老旧的大巴车上 看了颁奖典礼 周行川一身剪裁精良的西装 握着奖杯 站在领奖台闪闪发光 我心跳如雷鼓回复他 最好不要公众人物 出行哪有那么简单 周末 我在学校加班 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一位脸生的姑娘 校长把她带到我面前 介绍道 梁老师 这位是上一届的高考线状元邱立军 想起来了 是我资助的小姑娘 前段时间提出过要和我见面 我让中间人给她打了一笔生活费 拒掉了会面邀约 资助人和被资助人不见面 才是最好的 小姑娘有些局促不安 刚坐下就怯怯地和我道歉 梁老师 对不起 周行川的那个视频是我放到网上的 我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有人联系我要出高价买下那张光碟 我一时糊涂就卖给他了 我想着这样能还你的资助费用 事后我很后悔 所以才联系了您 可是您不见我 我被他说得一头雾水 周行川的视频他怎么会有 直到小姑娘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本《合影光碟》 是加在书里的 我好奇 就放了看一看 他突然想起什么 我拍了照片 我内心一正 颤着手 接过那本曾经看过好几遍的小说和他的手机的照片 一张光碟静静地躺在书里 封面写着给星星 落款是周行川2016年6月1日和蒋瑶发的那张字迹一模一样 只是多了给星星三个字 你那本何以送掉了 高考后 你帮我拿回来 我就没有再翻过 原来如此 原来周行川那天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在想周行川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本书 原来是因为他以为我看见了光盘 还发到了网上 所以他才会突然回家 这张从未被我发现过的光碟 收藏着周行川那些不可宣之于口的秘密 而我才是那个秘密的中心 小姑娘走后 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宁静 窗外夕阳洒进来光落在了桌边那本和椅上 我收起书本 准备回到教师宿舍 一转头 对上了一双深邃的眼睛 周行川风尘仆仆 大衣和皮鞋上都沾染了灰尘 像一棵安静的树一样站在窗外 就这样站在我身后 不知道看了我多久 周行川上来牵我的手 语气平静 住哪 我愣愣道 教师宿舍 嗯 走吧 一路上周行川都平静得不像样子 好几次我想张嘴说点什么 又被他幽深的眸子给按下去 可下一秒我就发现我错了 刚关上了门 我便被他一把抵在了门后 一言不发地吻下来 周行川是清冷的 温柔的 可他的吻是无比深入的 滚烫的 我下意识挣扎了一瞬 便被他一把抱起 丢到了床上 再次覆下来 周行川嘴上的动作轻柔了很多 直到我顺从地张嘴 他愣了一瞬 又恢复了不冷静的样子 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 看周行川失控挺有趣的 老旧的牧床发出警告 我如梦初醒去推他 隔壁有人根本听不进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行川才艳足般地停下 像只野兽一样 轻舔我的下唇 在开口的时候 嗓音嘶哑到 近乎失了声音 响你 他咬住了我的耳朵 丝膜 周行川埋首在我颈间 明明是身材高大的人 莫名却像只被抛弃的小兽 我内心软成了一滩水 喊他的名字 周行川 嗯 你高中就喜欢我吗 你也和我一样 从很早很早以前 就开始喜欢了吗 房间静了一瞬 我一直爱你 紧窝处传来闷闷的声音 一瞬间莫名地委屈 涌到心脏一阵 酸软 我咽了咽喉咙 声音很轻 为什么 你爱我又不让我知道 为什么两个胆小鬼相爱 却彼此沉默这么多年 我以为你一直喜欢梁以成 在周行川嘴里 我才知道 十八岁的周行川 是我自己做媒的 高中那会儿有一阵特别流行写情书 我脑子一热 也往周行川抽屉里放了一封 看周行川越走越近 又打起了退堂鼓 封面上没有写名字 就写了个又大又中二的挚爱人 千钧一发之际 我使劲朝着梁以成识眼色 梁以成虎口夺书 被兄弟不好意思写给我的 没想到周行川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字 我当时忙着装安纯 假装与我无关 他就以为我默认了 以为情书真是写给梁以成的 加上高中青春期别扭 对喜欢的人总是小心翼翼 反倒对梁以成大大咧咧 连运动会你都宁愿问他不问我 周行川亲了亲我的手心 又转而食指紧扣 开口语气委屈 我想到他说的是 哪一次高二运动会 项目人员都抱不满 身为体育委员的 我只好从身边人下手 可那会儿周行川在冲刺物理竞赛 我自然不想耽误他 瞟了正在做题的周行川一眼 我果断转身 对着后桌的梁以成 笑得谄媚 梁哥 作为我们班最高最帅的男人 你不会不想报名吧 梁以成吊儿郎当 挑了挑眉 别乱喊了 哥是男孩 我一阵无语 强行给他填了一个三千米 到报名截止那天 我们班的跳远项目还是空的 我撇着嘴拿着表 准备去教的时候 戴着耳机的周行川 突然拉住了我 还缺哪个项目的人呢 周行川摘下耳机 语气无奈 我忘了报名时间了 那时候 我还傻傻以为周行川是做题累了 想放松一下 从W线回来之后 我和周行川一起回了老宅 爷爷见我和周行川牵着手进门 原本皱着的脸 才一下笑开 我跑到爷爷身边 挽着爷爷的手 向他道歉 那天的不告而别 爷爷笑着摆摆手 罚你今天陪我喝甜汤 他拿拐杖 轻轻敲了周行川的大腿 臭小子 把我孙媳妇弄没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没长嘴 该打 周行川一动不动地瘦了 嗯 不会弄丢了 这天晚上我们宿在了老宅 睡前路过书房时 我又想起当初爷爷提起婚约的情景 我欣喜又无措地往周行川看去 他却只是低着头 神情黯淡 直到现在 我都不愿再想起那个场景 回到房间以后 周行川的手不安分地勾着我的衣服下摆 他的人设崩得太快 现在哪还有清冷的样子 闻药落下来时 我抬手挡住了他的脸 周行川为什么又要拒绝婚约啊 我弩了弩嘴 即使以为我高中喜欢梁以成 那也过去很多年了 不是吗 你真的想知道 那天我们说起以前 我难过了很久 周行川抱着我哄说 再也不提了 可今天我又忍不住翻了旧账 周行川把我抱进怀里 嘴唇抵在我耳边 声音有些沙哑 爸爸妈妈是联姻在一起的 最后却他顿了顿 说得有些艰难 我怕用卑鄙的方式把你绑在身边会出问题 周行川说得很模糊 我却听清楚 虽然出事的时候周行川还很小 但也懂事了 他知道如果爸爸妈妈之间有爱 或许不会有后来的悲惨结局 周行川看着健康成长起来 却早就在心里埋下了创伤 是我的问题 是我太胆小了 他亲了亲我 小声道 那为什么后来又答应了 我哽了哽 转身偷偷擦了眼泪 周行川很久没有回答 直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转身去看 猝不及防 就被堵住了嘴唇 喘息间 周行川声音断断续续 因为你来找我了 谢谢你来找我 他哽咽道 我心软成了一团 攀上他的肩膀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别怕 周行川正了正 郑重地亲了亲我的额头 嗯 我爱你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枪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三个月前的一场商务谈判 我和宋池都喝醉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或许气氛太好 或许只是单纯的酒后乱性 总之春风一度 我俩睡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尴尬 因为我和宋池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 也是朋友 我俩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后来又是同一所大学 大四毕业后他直接管家族的生意 我进修又读了三年的研究生 毕业那年 他郑重邀请我去给他当助理 彼时他正在批二艰难上位 身边的助理秘书不是对他心怀鬼胎 就是家族的叔父伯伯们派来的监视器 他烦不胜烦 助理换了几任 身边的人都不敢信任 我想帮帮他就去了 现在发生这样尴尬的事 不仅工作难做 可能连朋友都坐不下去了 我记得我当时拥着被子坐在床上 极力镇定地和他说 这只是意外 实在是太多年的朋友工作弃合 如果为了这件事疏离于谁 都是极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都把这当成意外来处理 在最初的尴尬过去后 我们默契地绝口不提这件事 倒也逐渐回到原来的相处模式 主要也是因为那晚大家都喝断片了 没什么具体细节的记忆 真是谢天谢地 这本来只会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意外 直到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沉思三天后 决定和宋池提分手 阿胚提离职 他正翻着各部门的嫉妒总结报告 连眼皮子都没抬 一连串地挑剔怒骂 看起来有点暴躁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惹他 我拾去地闭上嘴 在一旁做安纯样 乖乖听他训人 果不其然 他训着训着就训到我头上了 问我 你是我的首席助理 我每个月给你开这样的高薪 你就是这样做事的 冤 我可真是太冤了 部门的总结报告写得不好 为什么要骂我 我只是一个助理 苍天有眼 宋池身边的工作并不好做 他这个人归毛且要求搞 非常的不好伺候 我挣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 且不说公司的那些事 你不仅要干好助理的分内工作 还要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地观测公司各种动态 更要学会滴水不漏地应付各种难产懂事 这还是公事 他还有很严重的强迫症 精神解体更是 尤其他非常讨厌外人进入他的私人领域 所以工作之余 他私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也要全盘固全 首先是他的那些女伴 他这个人喜心厌旧速度快 和女伴分手的时候 也要我出马 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坐在咖啡店里 听一个女人坐在我面前 对我说她有多爱颂弛 或者哭哭啼啼 偶尔遇见脾气火爆的一杯咖啡当头交下 我还要面不改色地一边用纸巾擦脸 一边淡定地将支票递过去 说 如果还不解气 您可以将这张支票也撕掉 然后还要善意地提醒 当然 提儿从不补开支票 也不对现有任何破损的支票 当了她的助理之后 我的手机每天24小时没有一分钟是敢关机的 连免打扰模式都不敢开 所以 你看看 他付我高薪资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我赚的是容易钱吗 我赚的那是血汗钱啊 算了算了 不能想了 想起这些往事 我就心酸 我常常地叹一口气 宋池终于翻完市场报告了 文生朝我望过来 挑眉疑惑地问 你还处在这里 像个柱子一样干嘛 还没被骂够 我双手握拳 想着老娘都要辞职了 姐就是女王 我要硬气一回 我深吸一口气 给自己壮胆 她目光如炬 我撑起来的那口气松了 然后 很小声地说 我我 我要辞职 她将手里的报告 趴得扔在面前的桌子上 往后依靠在依靠上 目光上上下下地打亮我两眼后 最后促眉 将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 直直望着我的眼睛 圣母玛利亚呀 我在她目光下抖了抖 她开始转手里的笔 她一有不确定 或者心烦的事 就喜欢赚笔 这是从她学生时代 就养成的习惯 现在她一边赚着笔 一边问我为什么 我用脚蹭地上的地毯说 太累了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她吃笑 我给你放一个月半个月假 够不够 给你二十天 我闭上眼 豁出去 我说宋迟 我怀孕了 她手里的笔 啪嗒 掉在石木办公桌上 然后咕噜噜滚着掉下桌 她神色苍白 脸色震惊 毫无形象地张着嘴巴望着我 问你说什么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 脸色一点点地难看下来 我想 她应该也想到了三个月前的那场乌龙 我默默欣赏她精彩分成的脸色 最后定格在铁青上 她问我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没说话 她已经知道了 是了 三天前你跟我请假说去医院 她又反应过来 目光锐利地朝我望过来 语气很凶 她问我辞职 接下去你要学着总裁小说里写的那样 带球跑吗 泽泽 她竟然还知道总裁小说带球跑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老实说 宋家长孙 打死我我都不敢这样自作主张 多年后 要是被宋池发现我带球跑 相信我一定没有总裁小说里的什么先婚后爱 什么破镜重圆 什么指手相看泪眼 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他这个人最讨厌身边的人背叛 欺骗他 我甚至连瞒着他我怀孕了都不敢 当年大一刚入校的时候 我进了院 学生会有一个学姐经常拿那几点学分欺负我做很多杂事 还要给她买饭买水跑腿拿快递 主要买完它还不给钱 我以前很耸 默默不敢反抗 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被宋池知道了 那天他大概刚下体育课 还抱着篮球 他可没有什么男生不能打女生的绅士风度 篮球擦着那个学姐的耳边急驰 砸到后面的空地上 他指着瑟瑟发抖的我 对瑟瑟发抖的学姐说 他 我照的 懂了 学姐面无人色地表示懂了 我两眼泪盈于旷 还没抱着他的大腿表示感谢 他就过来比刚才杂学解识更凶的样子来点着我的额头吼我 你是猪吗? 别人欺负你就受着 再说 即使你不敢反抗 你不会过来和我说吗? 有什么事需要瞒着我 有什么事需要瞒着我 那之后除了一件事 我再也没有瞒过他任何事 老实说 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我忐忑不安了很久 现在把难题抛给他 我轻松了很多 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下 我往后坐在会议桌前 拆开桌上一包小蛋糕 看他像个困兽一样转来转去 包装纸带的声音大概吵到他思考 所以他醋没望过来 我一边咬着小蛋糕 一边理直气壮地摸着腹部 和他说我累 他哽了一下 忍吓到嘴边的一句话 他难得吃别 我看得简直心花怒放 原来古代母平子贵是这种感受 憋屈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翻身当家把歌唱 只是不知道能唱多久 宋池重新带我去医院检查 当时我自己确实心神不宁 也没有认真看 如今宋池带我过来 我们头挨头看着彩抄里面的那两个MMS巧克力豆 像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医生只给我们看是对双胞胎 现在三个月发育得很好 双胞胎啊 我偏头去看宋池 他很认真地盯着屏幕 眼睫浓密且长 专心致志的样子 嘴角紧紧地抿在一起 下额线绷得很紧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回去的路上 我们都沉默不渝 我看着他挂在车上的挂饰 上百万的豪车 挂着一枚俗气的平安节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他竟然还留着 因为这是我大三的时候给他编的 那时候给男朋友织围巾 编手练 在校中盛行 我们宿舍六个人 除了我人人都有男朋友 整个宿舍在织围巾中 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和宋池出来吃饭的时候 他看我丧礼丧气地多问了一句 和他说完之后 他扑哧一声笑出来 啼笑皆非 那你给我织不就行了 我白他一眼 有气无力地说 我给你织 你又不会带 我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 他从来都没有戴过围巾 他无语 真搞不懂你们女生 连这个也要攀比 最后 我还是给他织了个平安节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 最后扔给他的时候 我一再强调 为了不辜负我的这番心意 他至少要带两个星期才行 他当时拿着那个平安节问我 这玩意你让我带在哪 然后嘖嘖两声 又嫌弃这么丑的东西 你也敢拿出来送人 后来他将这个平安节当车坠 在后来大学毕业他换车挑新车的时候 也是我陪着他去的 看中之后 他把那个平安节取下 挂在新车里 还和我笑 挂这么久都有感情了 竟然把这么丑的东西看顺眼了 我哈哈大笑 往事令人怅然 现实令人头大 最后车停在我公寓楼下 他没动 我也没动 看得出来 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很大 他是天之骄子 他地运筹帷幄 事实都要掌控在手心才安心 这种事也确实不好做决定 他双手握住方向盘 久久不语 最后长叹一口气 他问我 你怎么打算的 听听这话问的语气 仿佛是每周例行会议上 他指着策划方案报告反问我 所以把这个交上来 你觉得这个案子是可行的 他这个人最烦 明明心里很有主意 有自己的考量 但天天还要问一问 你要是和他心里想得一样 他也不会夸你 要是不一样 他就用那种你笨得要死的眼神望着你 而且语气还不耐烦 说我养着你是干什么用的 当吉祥物吗 有我这么惨的吉祥物吗 我像忘记背书第二天被老师随堂测试叫起来的悲催学生一样 不知道正确答案 只能小声地回 我预定了下周的妇产科手术 我看他的手指 他的食指有规律地敲在方向盘上 他脑子一定在高速运转着 最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叹息一声说 你先上去吧 一个星期后 他陪我去医院 他安排的新的医院 宋池陪着我在病房等着 我们俩相对漠然 久久不语 最后护士来换人 我就要走进病房的时候 他突然拉住我 他像下定决心一样说 你愿不愿意把他们生下来 我张大嘴巴 震惊地望着他 他有条不紊地一条条梳理下来 你不准备嫁人 我暂时也没有娶妻的打算 我们可以不结婚 共同抚育他们 我会给他们以及你最好的保障 这短短几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令人震惊 我知道他承诺的分量 这个一项独断专行的男人站在我面前 眉眼低垂 在征询我的意见 当然 以你的意见为主 我没有任何强迫你的意思 我力索地将身上的病符脱下来 然后拉着他往外走 可以送二少 你放心 你去母留子我都是不介意的 到时候孩子生下来 你一个 我们皆大欢喜 快快乐乐 我不觊予你财产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保证你养的那个孩子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我是他母亲的 就这样说定了 我接受得太过欢快和流畅 她在我身后用气声问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也晚了 我装作没听见 现代独立又有钱的女性大概都幻想过一件事 就是如何跳过结婚和老公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送持基因好智商高 以后生出来的孩子质量肯定也很高 我很满意 我没想到宋池竟然还记得我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件事 这还是很久之前了 大四的时候 我被交往两个月的男朋友劈腿 关键是还刮走了我所有的奖学金 我是人才两空 那时候宋池也很惨 他和英语系的细花交往 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下来 这位细花大概是唯一一位令他真正动心的人 细花长得很古典 修养高 说话温声细语的 喜欢穿棉麻的长裙 温温柔柔立在那里 就像从江南水乡的画上走下来一样 他连牵一牵他的手 都感觉是唐突 年少时的心动都是热烈澎湃且真挚的 那时他还没长成现在这样 极毒蛇又龟毛还自大的样子 刚一毕业 他就拉着这位英语系花 去见他大哥宋锦诚 是位狠人 当时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宋走人后两天 将那个计划画着农庄 在酒吧和形形色色的人 蹦迪合照的照片打包送给宋池 还附送了一份 这个细花和别人签的长期包养合同 宋锦诚交给宋池的第一堂课 凡事摸清底细后 再犯唇 和宋池一个朋友圈的二世祖 都拿这件事笑 他人前也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 只有我一个人见过他看过那些东西之后的样子 他眼睛通红 捏着啤酒罐坐在操场上问我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想问 怎么会这样呢 那样柔柔弱弱 看起来清清白白的 说起话来温柔有礼的姑娘 怎么会穿着吊带超短裙 在酒吧和不同男人贴身热舞 还被人包养了三年呢 不过 我也是被戴眼镜的文艺男骗才人不可貌相 我和宋池伤心人 对 伤心人 两个人在操场上平分一箱啤酒 狠狠一碰杯 我恶狠狠地发誓 老娘再也不相信男人了 什么爱情 滚开 我要一辈子做个有钱的单身富婆 同样是受情伤和欺骗 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有钱没时间花的 每天挣扎在猝死边缘的忙碌社处 他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 肆意情长 被无数漂亮女人争相投怀送抱的霸道英俊总裁 也就这些年不断帮他处理桃色绯闻的时候 我财务了 是我格局小了 不过这么多年他身边女人各种类型来来往往 我再也没见过计划那种类型 大概是真的被伤到了 算了 往事就让他过去吧 现在也不是适合回忆的好时机 因为我和宋池签了份合约之后 就开启了专业的合伙人模式 合伙生孩子 我开始休假 从公司回来那一天 整个部门的人都抱着我的大腿哭 纷纷表达了对我的舍不得 因为我走了之后 也不知道谁能替他们承包宋池的挑刺和怒火 所以表达完不舍 他们开始旁敲侧击 我是做了什么能让宋八皮同意我修这么长时间的假 想取经 这经可有点难取了 我抱着文件一本正经递回 色诱他们切了一声 纷纷表达了对我这个回答的鄙视 因为即使我色诱成功了 他们也只当是我在占宋池的便宜 就很奇怪 宋池和很多人传出过绯闻 但到了 我竟然一点桃色新闻都没有 有时候 不解拿这个去问身边的人 别误会 只是单纯的好奇 但他们头都不抬 用很侮辱人格的语气说 别开玩笑了 何解 什么宋池 从PR运营总监实习到接PR 是谁风鲤鱼里坚定不移地陪在他身边 是谁在连夜加班赶方案的时候陪在他身边一起通宵打蛋的 是谁陪在他身边滴水不漏地挡住董事会那群吃人肉不吐骨头的老家伙的 是我是我都是我呀 宋池自己有时都会感慨一句 何花花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好吧 好兄弟 我只希望他在摧残他的好兄弟时能心慈手软点 比如别在半夜三点叫我去他家给他通被女人头发堵住的下水道 我和宋池的友谊开始得其实挺莫名其妙 这么多年下来 她是我为手足 我是她为爱 算了 反正我们的革命友情是纯洁的 能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的 我高中的时候是个小胖妞 高二里科分班的时候被分到宋池那个班级 我们当时是按排名坐的 我和宋池是同桌 当时我坐在她外面 每次她出去的时候都要不耐烦地说一句为胖妞嚷嚷 其实挺伤人的 但我不敢逼 因为我很耸 那个时候宋池是全校闻名的叫霸 成绩好长的帅家是好 偏偏又不懂得低调 这样的人生来就是众星捧月的呼朋唤友 一堆人响应 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光 宋池天的那句胖妞或许没有恶意 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顺着这个昵称 将恶意强加在我身上 所以我变成了一个自卑的每天在心里偷偷骂宋池的小胖妞 后来是在一节体育考试课上 同桌之间相互压腿 做仰卧起做训练 宋池很轻易地做完后压我的腿 我做了三个后就气喘吁吁 怎么都做不动 在地上蠕动地像个被压住尾部的大青菜虫子 徒劳地在地上挣扎 宋池渐渐醋眉 不耐烦旁边有做完的男生起哄大声地嘲笑 有一声特别明显说他是猪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脸一红 很崩溃地丢人的大声哭出来 我至今仍记得 泪眼朦胧中 我看见宋池一愣 然后站起来对旁边那群起哄的男生喊 谁在笑 旁边的笑声慢慢收敛 他重新过来压住我的腿 语气有些不耐烦 说哭什么 还不快做 他的手并没有压到实处 趁着体育老师不注意 我屈着腿快速做了几个 我做的时候 他给我报数 三七八十二十四十八 二十三 三十 好 可以了 及格了 好吧 那时候 我想他真是个好人 我以后再也不在心里偷偷骂他了 熟人起来还是高三了 有一次他逃课 刚巧发了物理模拟随堂卷 到交卷前 他都没回来 天人交战 最后 我帮他写完交了上去 恰逢那次物理老师研查没写卷子的同学全部请家长 那时候 我偷偷地凑到他旁边和他说 你别怕 我帮你写好交上去了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学校请家长 因为我知道他很怕他歌颂锦程 他当时一愣 然后笑着用手顶我的肩膀说 谢了 胖妞 我很严肃地纠正他 我不叫胖妞 我叫荷花花 谁知他笑得更愉快了 说好 谢了花妞 算了算了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在后来就莫名其妙地我们就成了朋友 高三下学期的时候 我问他想去哪个学校 他大言不惭 当然是最好的了 说完捏住我的小肥脸说 花妞 你加油啊 争取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以后继续帮我写作业 这日子想想就暗无天光 我才不想和他同一所大学 也才不想帮他写作业 而且我笃定他这样天天逃课的学习法一定是上不了最好的大学的 所以我拼命地学学 高考完 我瘦了三十五斤 成绩出来那一天 他发微信问我上了哪个大学 我一说 他就直接拨了个电话过来 可以 花妞以后继续帮我写作业啊 我眼前一黑 宋池一直说和我相处让人舒服 大概是因为我不做作吧 女生在他身边就没有不做作 注意形象的 只有我们俩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能当他面啃完一叠鸡爪和猪蹄 大概没有女生在他面前这样彪悍 所以他时常感慨 还是和你在一起最舒服 放松的状态最令人松弛才能相处得舒服 我们俩一直自诩为兄弟 好吧 是他视我为手足 可能怎么都没想过 有一天我要给他生孩子 这要早一年有人跟我们这样说 我和宋池估计会让他直接去精神病院看看脑子 这真的太奇怪了 一开始我们都并不能进入角色 我休假后开始在家养胎 真的非常奇怪 我一点怀孕的状态都没有 我没经验 也不知道别人怀孕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怀的这个三个月的双胞胎 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肚子里 除了肚子大点 看起来像是长胖了 其他的我一点孕妇的反应都没有 我状态这样的好导致我和宋池时常忘记我是个孕妇 有一次宋池下班来看我 他一进门就跟个大爷一样 躺在客厅沙发上 吩咐我怎么一点水果 也不洗 快去洗洗 还有我饿死了 我要吃排骨 你快去做的 我给他洗完水果 就去做排骨 做到一半 厨房的灯突然不亮了 老师 公寓就是这点不好 设施老旧 我本来想重新装修一下的 可工作强度太大 一直没找到时间 我熟练地打开抽屉 找到灯泡 才在椅子上准备换灯泡 宋二少大约是闻着排骨香 一路寻着味道摸到厨房 我正好站在椅子上拧电灯泡 看见一个黑影子 吓了一跳 腿一抖要摔下来的时候 他扑身过来接住我 肚子刺痛一下 我茫然地摸着肚子 和宋池惊恐的眼神四目相对 我镇定地说 我想起来了 我怀孕了 他也很镇定附和我 对 我也想起来了 然后我们换了个位置 我站在厨房门边 看着他撸着白衬衫的袖子 给我换灯泡 呵 当年雾里满分地送二少 一个灯泡都不会换 他倒过了半天 都没成功 然后尴尬地望着我 给自己挽尊 你去我那里吧 你这破房子住什么不安全 还危险 宋池家里有固定的小时工 舒适宽敞的环境 我当即笑容满面地推辞 这 这不好吧 万一你带女伴回去 这撞上了影响多不好 他黑着脸 忍无可忍的样子 狠狠捏着眉心 忍耐着说 我不会 好嘞 我欢快地答应一声 立刻从善如流地去打包东西 等等 他换住我 指着灶台上正在煮的排骨把这个带上 他叹息一声 公司那帮蠢人 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 饿死了 于是我抱着排骨 他帮我拎着行李箱 我就这样住进了他的豪华大平层 开始同居生活五个月的时候 我才感觉自己是真正的怀孕了 因为肚子变得很大 而且很喜欢吃东西 我不挑酸甜苦辣 只要好吃的 我都喜欢吃 嘴巴一刻都停不下来 有时候 宋池忧心忡忡地望着我 眼神就像看一只带宰的猪 而且我的睡眠开始日夜颠倒 晚上我基本上无心睡眠 精力盎然 白天昏昏欲睡 无精打采 小宰子们第一次胎动是凌晨三点 他们调皮地踢我的肚子 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 后来动作幅度很大 我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直奔宋池的房间 静止拧开他的房门 自从我们同居后 因为怕我晚上出什么事情 所以他房间基本不锁 我在黑暗中奔到他床边 打开床头灯 兴奋地摇他的肩膀 宋池快醒醒 他处理公务到凌晨一点才入睡 被我吵醒后一脸阴郁 头发乱糟糟地搭了在头顶上 他有起床气 所以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你最好有合理的理由 我不理他 将他的手放在我肚皮上 兴奋 惊叹 又好奇地问他 你感受到了吗 小崽子们挺配合的 宋池手放上来那一刻 他们狠狠踹了一脚 我惊奇地望着宋池 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总之傻乎乎的 隔了很久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 然后我们对视着 傻乎乎地笑起来 笑着笑着 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床头灯光是日落的昏黄色 阴晕出不大的一片亮色来 有些暧昧的氛围 他将手放在我肚子上 我们离得很近 他眼里的笑意还没收敛回去 带着孩子气的新奇 真奇怪 他竟然也有这样支气的时候 呼吸近得饥不可闻 我突然有些紧张 口干舌燥 所以紧张地站起来 吱吱吱吱地说 你 你先睡我 我出去了 他像是也有些紧张 拥着被子点头 好 好 简直太羞耻了 我将自己埋在被子里 伸手点着肚皮和肚子里的小仔子们商量 你们都给我乖一点 以前没经验 但是随着月份越来越大之后 我突然觉得 我对宋池的依恋 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我开始经常不由自主地想 他以前因为工作 将我们安排的形影不离 所以 一天二十四小时 除了睡觉 几乎每一分都和他在一起 现在天天一个人在家里 竟然还有点不适应了 这真不是一个好兆头 重新遇见韩瑶 是在医院哦 韩瑶就是当年那位英语系的细花 重疮宋池一颗真心的人 当时我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坐着 乖乖等宋池拿到产检结果过来 结果一抬眼 看见他和韩瑶一起从医院长长的扶梯上下来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 细花不愧是细花 这么多年下来 美貌风韵不减分毫 黑色长卷大波浪 一袭黑裙衬的身材玲珑有致 他俩在扶梯上并肩下来的时候 样貌如此地登对 周围的人都黯然失色 我正正地看着 忘记了做表情管理 直到宋池的眼神扫视大厅 最后落到我身上 他似乎笑了一下 然后无声地朝我做了一个口形 大概是真乖 韩瑶跟着他一起过来的 细花猫一样妩媚的眼神 从我的脸上落到我凸起的肚子上 最后鄙夷地笑笑 转身对着宋池时又是嫣然一笑 说不打扰你们了 后面再联系 我心神不宁 没去看宋池的表情 后来回去 宋池一条条地和我说 医生给我产检的结果 和孕妇注意事项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最后也没有问出那句 你为什么又碰见韩瑶了 你 你还喜欢他吗 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回大三 我握着那个编得很粗糙的平安节 忐忑不安地等宋池出来 等到南寝下面的路灯都依次亮起来 我看见宋池拉着韩瑶的手 从外面刚刚回来 韩瑶小鸟依人的卫衣在他身边 郎才女貌 两个人那样相配 任谁都得说一句绝配登对 我为出口的告白就这样夭折在腹中 是的 我喜欢宋池 高中我为了考进他说的那个大学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为了能和他相配一点 每天蔬菜沙拉 常跑跳绳呼拉圈 让自己瘦了三十五斤 我那样喜欢他 我只是喜欢他 所以才想为他生孩子 他一定想不到他视我为兄弟 但是兄弟却偷偷暗恋他好多年 可是这些话我不能说 大三那年是没来得及开口 现在是开不了口 噩梦缠身的结果就是睡不好 我无精打采几个星期 闲来无事 所以我给部门里的其他同事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 就听他们跟我哭诉完 送扒皮的毒断和喜怒无常 不过哭完之后话锋一转 他们敲嘻嘻八卦神秘地说 和解 我们怀疑宋总最近有情况了哦 情况我一下子来了兴趣 不会是寒瑶吧 琳达信誓旦旦的八卦 上个星期大老板不是加班吗 小义进去给他送宵夜的时候 看见大老板在接视频电话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听见对面有个女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然后说他想吃西元那家的私房菜 让他顺路打包带回去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老板看见小义一进去就特别不自然地挂断了视频 我的天哪 老板这是真的有情况了 能对老板这样遗止气使的 也不知道是哪路的狐狸精 我心虚地在他的呜呜声中挂断电话 心虚地想 这个狐狸精大概可能或许是我孕妻六个月之后 我口味变得刁钻 从荤素不济变成荤素不浸 宋池高价请的孕妻营养师做出来的东西 我连闻都不能闻 前六个月我从来没有孕土过了 第六个月 我开始疯狂孕土 营养师看着我犯难 说为了孩子也得强迫自己吃点东西 我一边吐一边痛苦地往肚子里塞东西 倒是宋池看了那位高价营养师一眼 脸色很正常 平静地问 我 高价请你来 是让你强迫孕妇吃东西吗 明明不是多重的话 营养师在一旁脸色发白 战战兢兢地 看起来有点可怜 我就拉拉宋池的袖子 跟他说是我的缘故 那天宋池加班的时候 我在家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西园的菜 西园是家私房菜 以量少价高 难预约 闻名于胡适富豪阶级 之前宋池当时在谈的女伴生日时 我还帮他们预定过他们家的晚宴 不过还没等到女方生日 她就先收到了散伙的支票 宋池当时人在国外 秉着绝不浪费的原则 让我一个人去吃完整顿晚宴 不愧是量少价高 我一个人吃完一整顿晚宴的量 竟然没饱 最后 看账单的时候 那价格令人扎舍 不过还好 花的不是我的钱 当时也没觉得好吃 可那天在晚上 那味道突然就令人垂涎欲滴起来 于是我就给宋池打电话了 她一个小时后就回来了 带着要提前三个月预约 绝不对外打包的西元丝房菜 然后坐在一边看我吃 还忧心忡忡地问 够吗 不够 我让他们大厨到家里来给你做几个月饭 然而 我很快就腻歪了 可能是怀着孩子的缘故 宋池对我的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有一天凌晨四点 我突然想吃大学学校门口的炸年糕 外焦脆嫩软的口感 均匀地涂抹一层特制辣椒酱 大学时 宋池每次逃课出去打游戏回来 都会给我带两只炸年糕 他也就这点有点良心了 但是现在已经毕业不知多少年了 宋池连转两班航班刚回来 正在倒时差 家里的厨子连夜给我做 可是味道怎么都和记忆中的对不上 孕期中的女人都敏感且脆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吃着吃着就哭了出来 宋池大约是听见动静 自从我月份变大 他就睡得很浅 外面一有动静 他就醒了 他出来看见的时候 我正对着五六叠 各种各样做法的年糕捶泪 他偏头去问站在一旁的营养师 这是怎么了 我仰头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我说宋池 你还记得我们大学门口的炸年糕吗 他无奈地常常叹一口气 然后从椅靠上拿起外套 妥协中似乎戴着宠溺 走吧 我带你去吃 开车过去 正好赶上饭点 于是司机开着车 他在车上倒着时差 陪我去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吃年糕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正好是黄昏 炸年糕的摊子刚摆出来 我站在一旁看摊主放在油锅中翻滚的年糕时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一手拿一只吃 另一只手还拿着三个 转身兴高采烈地去找宋池 车门开着 他依靠在门边的座位上 头靠在车门上 眼镜合着 眼睛下方一片清黑 满脸倦怠 应该是在假妹 学校门口是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器 来来往往的大学生洋溢着灿烂的青春气息 黄昏的光静静地 柔和地扑下来 打在他身上 照着那英俊的脸 一种恍惚 微妙的温柔 碰碰碰碰 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脚步停在那里 怎么都挪不动了 宋池睁开眼睛 漆黑的眼睛 倒映着校门外吸壤的热闹 但他只定定地看向我一个人 唇边还带着笑 调侃我怎么舍不得走了 要不要把贪主请回去 我不自在地撇开眼嘟囔 又不是我要吃 是你儿子要吃 是是是 他毫无原则地点头附和我 然后又笑你说不救个年糕 吃不到你哭什么 我没理他 恍惚中咬下一口 年糕还是记忆中的味道 脆酥软 唇齿流香 我吃着年糕 感觉像是在吃自己那点不能公开的 微弱的 只能偷腻于心底的可怜的三丈红尘俗事 他问我怎么了 吃个年糕怎么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想什么 我抬头看他一眼 没说话 佛约 不可说 回去之后 他用凉水扑把脸 又要继续去工作 我出神地看着电脑屏幕后面的他 正正发呆 有些搞不懂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或许可以说是我怀孕的缘故 但从高中到现在 我都能称得上他身边的一个例外 他自己知道吗 他到底怎么看我的 真的是兄弟吗 可他眉眼专注地盯着电脑 大概是永远想不到我在想什么 我怅然若失 他突然眼神锐利地望过来 我赶紧撇开视线 听他指挥我和花花 帮我看一下验证码 好吧 我拿起他的手机去看验证码 不过看到验证码之前 一条没有加入通讯录的手机号发的短信 引起了我的注意 宋迟对我从来没有秘密 鬼使神差的 我打开看了一眼 很简短的短信 那个陌生号码发宋迟 我是韩瑶 你还记得我吗 宋迟回的短信很严谨一概 很符合他资本家的无情特质 他回 记得 是需要我帮你介绍业务吗 我举着手机目瞪口呆 然后笑翻在沙发上 他莫名其妙地骂我 真的是怀孕 脑子都坏掉了 你傻笑什么呢 验证码 我笑得哆哆嗦嗦地 去翻验证码 他凶我 小心点 别笑了 一会又叫肚子痛了 你小心点 郁杰在心里这么久的心事 一瞬间就消弭了 我真心实意地望着他说 宋迟 你真是个好人 炸年糕真好吃 他警惕地上下打量我两眼 像是防着我糖衣炮弹后 又要指使他做事情 所以他没理我 哼 男人 我见到宋锦诚是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那时我肚子已经很大很大了 动一动 只觉得浑身骨头酸疼 宋锦诚进门的时候 我还在和宋池抢遥控器 因为他要让我看胎教课程 但我执意要看传奇 这是影帝带着他妻子秦时演的第一部仙侠剧 火遍论坛公共组 秦时以前一直是PR的权限全球代言 不过他结婚后就没有和PR续约了 我记得我一开始看这片子的时候 宋迟看见还一脸难以描述的表情 我问他当年是不是喜欢秦时才会给他这样久的代言 他翻我一个白眼 然后说一开始这片子招商的时候 女主还没定 女主定了之后一大批投资商撤资 那比资金空缺不小 眼看着开不了机 最后拆的钱是我大哥补上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咬牙切齿的 愤愤不平 补上还不算 还挂了 别的公司都不敢让他知道 他点到极止 但我立即悟了 秦时很漂亮 一直被称为花瓶 但是这部剧里他的演技可圈可点 大概是身为影帝的老公言传身教的功劳 当年拍宣传片的时候我和他接触过 温温柔柔很随和 没想到他竟然和宋迟大哥宋锦诚有过一段 真是令人唏嘘 就因为这个宋池不准我看传奇他们宋家男人 真是小气 那天是宋锦诚的秘书 按月先进来的 月姐在之前的公式对接中我们曾经见过几次 当年我刚成为宋池的秘书 搞不定很多事 宋锦诚让按月姐来带过我 两天后面熟悉了 我们俩还一起偷偷吐槽过宋锦诚 她是个很可怕的人 当然不是长得可怕 他们宋家人都有一副上好皮囊 但它就是给人一种狠 很令人胆怯心惊的气质 大概是手段实在太狠 当年宋家二老因为意外去世 宋家诺大的财产被不怀好意的亲戚霸占 刚上高一的宋锦诚拉扯右地宋池长大 他一直隐忍不发 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一点点将批二股权收回 控制在自己手里 董事会那帮老人被他调理得服服帖帖 但他并不满足 只在批二这个家族企业里掀起风雨 所以后面另辟天地 在美国金融交易所闯出一片天 后来宋池毕业 宋锦诚就将宋家的企业交到宋池手里 只在偶尔过问两句 宋池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他大哥宋锦诚 当年宋池毕业进入PR 先从运营总监做起 公司那帮啃人骨头的元老 根本不拿他当回事 他面上不动声色 气势拿捏得十足 只有我知道他身上压力有多大 每次他来学校找我吃饭都会喝醉 然后问我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哥那样一个眼神递过去 连话都不用说 就让人战战兢兢 当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 但我想宋锦诚永远都是他心目中的标杆 其实近几年宋锦诚已经转到幕后了 几乎不怎么过问大大小小的事物 当打开门看见暗月规规矩矩站在门外的时候 我和宋池对视一眼 彼此都看到了 完蛋 肚子大得藏无可藏 暗月的视线从我的脸上扭转到我肚子上 暗暗对我投了个同情的眼神 说 二少 宋总快到了 宋锦诚坐在沙发上 我坐在他对面 没办法 孕妇的特权 宋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站在我旁边 挺义气地将所有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说大哥 都是我自作主张 宋锦诚没理他 看着我 他既然来 肯定所有信息都掌握齐全了 所以没有问废话 只说孩子生下来后 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去看宋池 他看着我 我示意他说 他示意我说 没法子 我支支吾吾 我们准备在不结婚的前提条件下 共同抚养 宋锦诚抬了抬眼皮 没什么表情 没有这个选项 宋家的孩子 不能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中成长 你们如果没有结婚的 打算的话 这孩子生下来后 他看向我 希望你可以离开 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面前 批二也不适合你呆了 希望你理解宋池往前一步说大哥 然而宋锦诚那里并没有妥协的余地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离开时视线一瞥 我心里暗暗想 完了 因为后面大大的电视投屏上定格在传奇的一幕画面上 男女主因为误会争吵 秦时饰演的女主仰头看着男主渲染玉气 盈盈地一双泪眼 让人看得心碎 宋锦诚正正看着 明明没有多久 他也很快地掩饰住自己的情绪了 但那一瞬间 我还是看见他眼底极快划过的怅然 真奇怪 他这样万物唾手可得的人 竟然也有这样怅然的表情 我应该听宋池的话 看胎教的 等宋锦诚走了之后 我和宋池面面相去 都看见彼此眼中的绝望 谁都没想到事情竟然能发展成这个样子 我恨铁不成钢地骂他 要你有什么用 这点小事都瞒不住你哥 他脸一黑 想骂我来着 但视线贴过我的肚子 又忍下去了 天大地大 孕妇最大 要是以前给我八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这样和他叫嚣 我又深深叹一口气 宋池怕影响我孕妇的心情 安抚我别怕 先生下来 我们再看 有我有你也没用 宋锦诚一个眼神递过来 我能下到立马难产 但还好 我孩子生得很顺利 预产期前一个月 我就住进了医院 宋池每天在陪产房办公 发作的时候 我还在吃桃子 突然肚子一阵一阵地痛起来 我镇定地踢了踢宋池 说我要生了 他脸色一白 慌张地站起来 在我床边到处乱转 问要生了 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吗 他去按我床头的灵患 医生六神无主的样子 不清楚地 还以为是他要生了 一点都不镇定 不像我 进产房前 顶着不浪费的原则 还将手里的桃子吃完了 我是顺产转破复产 中间一度很凶险 但过程很顺利 昏睡前接生的医生 微微笑着 恭喜我送太太 是对龙凤胎都很健康哦 我嘴角一咧 还没来得及纠正她 我不是宋太太 麻醉的药效就上来了 我头一片 昏睡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 宋池弯腰手在我的床边 我身边放着两个强宝孩子 皱巴巴地 丑得要命 我被第一眼冲击到了 不由地嫌弃地疑 一声虚弱地震惊 怎么会这么丑 宋池不这样想 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看不见两只眼睛的样子 温情默默地 令人惶恐 她一脸慈祥地看着那两个强宝 说 怎么会长得多好看 说完又看向我 眼睛里水光一闪 竟然像是要哭了一样 喂喂喂 我都没哭 你哭什么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人设了 人设崩了呀 喂喂喂 醒醒 稳住 稳住 我警惕地看着宋池 她脆弱地拉过我的手 我在手心里 像是想过很久一样 之后的下定决心 她说 和花花 我们结婚吧 怎么能这样 夕阳的余晖 透过窗户 一点点地扑进来 屋内是暖掉的 温馨地呈黄色 我虚弱地问她 你这样是求婚 她点点头 将我的手放在唇边 问 你答不答应 我其实想问她 爱不爱我的 或者喜不喜欢我 若是不喜欢我 那怎么能结婚呢 但她很温柔地亲吻我的手背 郑重其事地立下誓言 花花 我会一辈子对你和孩子好的 我们一起试试组建一个家庭好不好 我不确定 这是不是宋池一时兴起 她只是看见 孩子太感性激动了 所以才会冲动之下 许下一声地誓言 她握着我的手 专注地望着我 眼里铺天盖地的 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 我就是在那刻妥协 我想算了吧 一生这样长 我们有很漫长的时间 在婚姻中去学会爱 或者准确一点 是让她爱上我 并不是很难 不是吗 机会只有一次 及时行乐 勇敢一点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点点头 看着她 突然就像是回到了高中时代 那解体育课 也是如今这样的黄昏 夕阳很好 我在座仰卧起座 她背对着漫天光辉 一点一点地给我报数 378 十二十四十八 二十三 三十 好 可以了 及格了 藏了这样久的这三丈红尘 心事到如今这样的幸运 终于如愿以偿 宋太太 我喜欢这个新名字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亲戚聚会 舅妈请了个大人物 说我最没出息 赶我去一边吃 郑乐的清净大人物进来了 夫人她吃惊地看着我 不敢上主位 一边端着碗 坐在我旁边的小凳上 一边打电话汇报 牧总夫人在相亲 对方给她介绍的 是个四年离了三次婚的渣男 关键是 夫人还不能上桌吃饭 我那户独自的男友听后 立马炸了 在哪 我马上到 大年初一 外婆一家齐聚一堂 我和我妈将饭菜端上桌后 舅妈招呼道 大家稍稍等一等 周总马上就到了 仿佛忙活了大半天 准备饭菜的是她一样 我妈自从和我爸离婚住回外婆家之后 她就对我妈和我百般看不顺眼 今天这顿饭 还是我妈和我一起张罗的 外公外婆 舅舅舅妈 表哥表妹都落了座之后 才发现位置只剩下三个了 舅妈看向我 笑笑 等一下你去茶几上吃 论年纪 我比表妹大 论功劳 今天我准备的饭菜 也不该是我不上桌 之所以让我去 是因为我和我妈寄人篱下 没人撑腰 我还没应声 她连忙又连猪泡补了一句 这里就数你最没出息 在公司做个小职员 又不会说场面话 大过年的不贬低 我就少了个节目似的 我刚想开口队 我妈连忙拉了拉我衣角 朝我使了个不要使性子的眼色 算了算了 照顾我妈 面子亲戚之间有摩擦 用尽全力往下压 降血压 我看了一眼矮茶几 她离沙发有点远 要在那边吃饭的 做矮矮的小凳子 好在茶几正对着电视 行 我有密集恐惧症 不能靠近心眼多的人 我说 我原以为坐那边电视机 一想就不用听他们攀比 更不用听他们挤对了 可我算盘打错了 我才刚坐下呢 只听得舅妈声音高亢地笑着 小吴 小李 你们来了 快 小李过来 先和小李聊聊天 正在炫沙堂局的我被听到了 笑笑 你这丫头 怎么就只记得吃呢 舅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对啊 吴哥可好几次 向我问了你的号码呢 表妹苏黎帮腔 吴哥可喜欢你好久了 吴一帆是我们小镇上有名的花花公子 四年里结了三次婚 也离了三次 三个孩子全判给孩子的妈了 听说到现在一直没断过女朋友苏黎这个心机女 言外之意是在提醒大家 我和吴一帆是一类人 我妈一看他们介绍的是吴一帆 脸色都变了 舅妈见我脸色不对 携我一眼 转头打着 哈哈 小吴 让你笑话了 这丫头从小没规没矩的 这不没爸爸没人叫 这大过年的自己 还先吃上了 谁没爸爸 你才没爸爸 我终于忍不下这口气开对了 舅妈 你看鱼都摆桌上了 赶紧吃几口 我看你挑刺是个高手 我吃个砂糖菊怎么了 我客客气气 对你是希望你能用同样的方式和我相处 不是让你表演什么 是得寸进尺 言笑笑 你这没教养的 她还没骂完外公 拐杖狠狠一跺 清了清嗓子 我妈说的也没错 客人来了都不打声招呼 表姐最基本的礼貌总要有的吧 表妹苏黎白了我一眼 嘴角不屑地瞥了瞥苏黎 你新公司卖水管的吗 我一本正经地问 她没反应过来 张着嘴看起来和小时候一样傻 管那么多 她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我再骂她 脸色一阵红一阵黑 好不精彩 介绍全镇有名的大渣男给我 害我我还要感恩戴德 笑死无一番 见我牙尖嘴利 笑嘻嘻地凑过来笑笑 没想到几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 现在这么漂亮了 你额上的疤怎么现在弄得这么好看了 说起这个疤还有苏黎的功劳 那时候我们才十来岁 我和木硕在山坡上玩 他在我背后推了一把 我滚落山坡时 额头被树枝给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木硕为了将我拉起来 自己也滚进了深坑里 一直到半夜 家人才将我俩找到 后来伤口好了 疤却一直没消除 年前我去闻了一枝梅花 恰到好处地盖住了原来的疤痕 今晚上和哥出去看个电影 听说交换人生不错 不去 我看着他搬了小凳子 往我身边挤 连忙往一旁撤 吴一帆 你可真厉害 他以为我在夸他 乐颠颠的 今晚哥请客 带你出去玩 我不动声色 将椅子又往后撤了老远 笑眯眯地说年纪轻轻 就知道用脸吓唬人 吴一帆脸色立实就拉下来了 我叙事待发 准备开跑 吴一帆的拳头已经硬了 倾金抱起 大人物却走了进来 周总新年好 周总您来上座 全家人都齐齐站了起来 就连我外公外婆也配合着 吴一帆显然也是认识周总的 连忙也凑上钱去打招呼 只有我因为解除了被揍危机 还坐在小板凳上继续炫杀 唐菊给苏黎介绍工作的 关我什么事 苏黎从小到大害了我那么多次 我每搅菊已经是最大的休养了 终于可以开饭了 在他们热烈吹捧苏黎的时候 我默默起身去厨房装了一碗饭 加了点没上桌的菜 坐回矮茶几前 打开电视 开始屏蔽一切炫饭 只听得一道惊讶的声音传来 夫人嘈杂的人声顿时安静了 电视机里 海绵宝宝叫章鱼哥的声音 渐渐地异常清晰 我诧异地转过头来 却见周总端着碗正向我走来 夫人 您怎么不上桌 周总 您认错人了 舅妈和苏黎连忙跟过来 还不忘介绍一下 我这丫头从小有人养 没人叫 见人连叫人都不会 这不 刚才她相亲对象进来时 也一声不响 就是没有爸爸教的人 出高中时候 我们全班都不喜欢她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不讨喜 靠 有阴阳 我爸妈离婚 我怒了 可脸上却笑嘻嘻的 舅妈 苏黎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 你们现在 这样子 我好害怕哦 他俩气得就要上前来扭我 周总一把拦住他们 转过身 声音中 已夹杂了一丝惶恐 相亲 哪个是您相亲对象 我指了指吴一帆 完了完了 周总战战兢兢坐在了吴一帆刚才坐的凳子上 拿出电话 开始汇报情况 牧总夫人在相亲 对方给他介绍的是个四年离了三次婚的渣男 关键是夫人还不能上桌吃饭 我那才确定关系 每两天就恨不得马上领证的男友 灯石变炸了 让夫人接电话 我接过电话 牧朔音侧侧的声音传来 不是说好 出八去你家商量婚事 你现在给我偷偷相亲 怎么离了三次的渣男很香 我叹了一口气 牧说 不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是我舅妈和苏黎飞要给我介绍苏黎 他惊讶到 就是那个高中窜多株八十米的新鸡女 我嗡了一声 她冷哼了一声 在哪 我马上到独初三时 我和我妈搬到了外婆家 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他们领离婚证的前一天 我爸眼神坚定地拍着我的肩膀笑笑 爸爸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 不能连累你和妈妈 你能相信爸爸吗 我点点头 我相信您 他笑了 抱我记得 爸爸以前教你的人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活着 闲言碎语 不能打倒一个真正的勇士 可我脖子里 却流下了温热的泪滴 隔日家里便闹开了锅 我爸有心欢了 要甩了我妈和我 那个姑娘年轻又嚣张 嚷嚷得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一样 我把间隙间贴向我的目光 有沉痛 愧疚 难受 和毅然决然的决绝 他走了 和我妈撕破脸皮后 揽着姑娘的腰一走了之 我看着她的背影 突然就想起当初她教我的事例 那时我才九岁 放学回到家 全家人都指责我打碎了花瓶 任凭我解释哭泣 撒泼打滚 他们依然一口咬定 是我打碎的 后来我知道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后 停止了哭闹 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回到房间开始写作业 爸爸进来先向我道了歉 然后告诉我 以后我的人生道路上也许会遇到很多比今天还要过分的事 他们可能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我身上 他问我 如果面对那样的情况 我该怎么处理 我似懂非懂地说 做好自己该做的 他摸了摸我的头 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呜呜地哭了笑 爸爸对不起你 但你要相信爸爸永远爱你 他们都说 我爸是个渣男 只有我不信 那个走在坡上见人拉三轮车 也要推一把的男人 那个将流浪狗抱回家 好好照顾的男人 那个曾经对背叛深恶痛绝 狠狠臭骂渣男的男人 他自己怎么可能是渣男 一月后 传来了他的死讯 我妈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压抑地哭得眼睛红肿 出了门 却要强撑着笑 告诉大家 渣男活该 真是现实报 仿佛自己真因为我爸的死而感到很开心似的 搬到外婆家后 苏黎就常常以我是渣男的女儿 唯有挤兑我 贬损我 甚至陷害我 其实 我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 他极度我成绩比他好 因为我曾经看见他 悄悄将我只扣了三分的英语试卷 给撕成碎末 第二天上课时 老师让我们拿出试卷 我拿不出来 他在一旁说 老师言笑笑 昨天晚上将试卷撕了 他说他的英语作文写得那么完美 老师为什么要鸡蛋里挑骨头 扣他三分 不得不说 他在耍心机方面是个天才 小小年纪就知道我们英语老师多疑 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从此让老师对我横挑鼻子数挑眼 要是有一点小错 就会抓住不放 在班级里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话 大批特批 仿佛我犯的是天大的错误一样 如果心里脆弱一点 被这样针对 很难不讨厌这个老师 进而讨厌这门学科 可惜苏黎的鬼把戏没有成功 我是从小被我爸用奇特方法教大的 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老师的针对 非但没让我英语成绩下滑 反而刺激了我精益求精 中考英语竟然拿到了满分 苏黎知道我成绩之后 气得两天没吃好饭 天天在家哭哭啼啼 烦死个人 舅妈更是一天到晚在家里阴阳怪气 我们苏家的灵气全被外人给吸走了 英语满分作文都不扣分的吗 是不是改错了呢 严笑想 你妈是走后门去了 把你成绩改得满分吧 在她不知道 在我耳旁酸里酸气过多少回之后 我从书本里抬起头来 笑咪咪地说 舅妈 您这样让我想起了钱中书先生的一句话 他自己年轻时因为考不上职高 初中毕业后就进场拧螺丝了 后来嫁给我舅舅 才过上了好日子 哪里知道什么钱中书因此愣愣的样子 看起来还真有些符合那句话 舅妈寸草不生的头脑 你想还会产生什么旁的东西 要怪只怪她没我幸运 没有一个脑子里有墨水的妈妈 就因为这句话 她将我碾了二里地 可惜她太胖 追得气喘吁吁 满头是汗 也没追到我 反而憋了一肚子的气 暑假木朔约我去学游泳 我因小时候大冬天跌落过水塘 对水友心里阴影 便答应在岸上看着她 练她接受能力 很快 没几天就能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 我看着像是条白条般的她 眼中尽是羡慕 苏黎知道后 也出现在了游泳馆 木朔哥哥 你怎么学得那么快 人家好笨哦 学了好久 都学不会 你能教教我吗 于听着她查枪查调地叫木朔 我就反乐 不过木朔一向以嘴毒著称 对的 她眼睛通红 你那四肢个杠个的 没脑子 统筹调配学得会才怪 脑子是个好东西 现在长也来得及 每每被木朔对她的脸色 就像是开了家染房似的 煞时间各种颜色不断变换 好不精彩 更可气的是 木朔每回见她红着眼眶 嘟着嘴 总是会冷笑着说一声 六 于是她脸上的表情就会更精彩 这一天 我坐在泳池边缘 用脚拨水 她走过来坐在我边上 颜笑笑 你妈可真不要脸 听说她已经搭上玉才高中的校长了 就为了把你塞进玉才高中 我回过头塞苏理 你以为我是你还要靠妈妈 赛玉才昨天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有意进他们学校 我正在考虑 也不知是不是这句话刺激到她了 她突然压低声音 恶狠狠地对我说言 笑笑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靠和木硕的关系才接到的电话 随便你怎么想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更加愤怒 以至于突然之间扑向我 我俩滚落了水池 童年的阴影瞬间袭来 在沉下去的那一刻 我仿佛看见了自己身穿红色羽绒服滚入水中那一刻 为什么会滚进去 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但是入水时那种恐慌惊惧感依然历历在目 我挣扎着扑打 想要抓住什么 可握得再用力 也只是一握就溜走的水流 恐慌 惊惧 无助包裹着我 我在挣扎中往下沉 一道身影向我游来 它绕到我背后 胳膊圈住了我 醒来时 一个人正对着我吹气 它的唇比我暖多了 我睁大眼看着它即将又一次俯下 见我醒来 抹了一把自己额上的水珠 六座在水池边都能掉进去 说完 它朝一旁的苏黎扫了一眼 为什么要和它坐在一起 几年前掉下山坡还没让你长记性 不需要我解释 它已经将责任全都推到了苏黎身上 苏黎浑身湿淋淋的 眼神怨毒地盯着我 一把甩开旁边询问的救生员滚言笑笑 你真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才缓过气来的 我还是改不了本性回怼 多长几个脑子 争取得个第一 它脸色越发轻了 呵呵 就这点气量 为什么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回到外婆家 她恶人先告状 说我在泳池边推了她 害得她落水 舅妈一听 当即就不干了 舅妈扯着我就要动手 舅舅冷着脸 姐 你们住在这里还要威胁到我女儿的安全 那我可不敢让你们继续住下去了 就连我外婆也是向着苏黎的 只有外公一跺拐杖 笑笑都还没说话 外公 泳池边有监控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我说舅妈当时就想往外冲茶就查到了 别怪我赶你们出门 要是不是笑笑推得有人栽赃我 老头子一定拿家法好好处置 说完 外公就将藤条拍在了木桌上 苏黎做贼心虚地看了一眼藤条 不敢真让舅妈去查 连忙拽着她的衣角 妈 我记错了 是泳池边有点滑 我和表姐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去的 我妈不医了 笑笑 她从小怕水 怎么会 外公历声喝道 知道表姐从小怕水 你还带着表姐去游泳池边 你是主 她是客 你是怎么当好这个主人的 说完 一藤条就朝她抽了过去 在场所有人 没一个赶拦的 外公已经看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去查监控 便将苏黎打了一顿 一来 她是维护我 二来 她作为大家 尝试 想维护苏家的脸面 傍晚 本来就已经受了多重打击的苏黎 又受到了重重一击 玉才高中 给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 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吵着闹着 也要去玉才 舅妈整个暑假隔三差五 往木朔家跑 终于将她给塞进了玉才 运气是真好 我和苏黎竟然又分到了一个班 玉才除了领航班四十五名同学 是挑选了尖子生组成的之外 其余所有班级都按成绩轮流平均分配 苏黎因为是塞进来的 变成了我们班的第四十五号同学 而我则是二号 虽然是二号 但我知道我的总成绩大概要排到全校百名左右了 因为我们有二十四个普通班 高一开学 我便完命地学 就是为了哪一天能不和苏黎同一个班 听说领航班有同学要出国 我想去木朔所在的班当凤围也没事 可谁知道我天天埋头认真学习的样子 被苏黎拿来大作文章 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 丑八怪眷王 高一时大家除了叫外号之外 并未做更过分的事 直到高二 我们班转进来一个叫珠珠的女生 她带着同学将我拦在厕所里 听说就是你小时候把苏黎推下山坡的 是你把她推进水里的 更可笑的是苏黎还在一旁劝说 珠珠姐 你不用为我出头 真的 事情都过去了 忍忍就好了 长得丑也就算了 心还黑 猪猪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猪猪姐 算了 苏黎假惺惺地说 表姐 你快点向猪猪姐道歉哪 就说以后再也不欺负我了 再也不使坏了 再也不恶毒了 呵呵 怎么会有人无耻到这种程度 我知道 这时候再也不能像爸爸说的那样 做好自己了 言语我可以当作没听见 但行动我不能忍 我豁出不要命的架势 狠狠揪住了猪猪的头发 勤贼先勤王 几个女生一起上前 对我拳打脚踢 但我却只往猪一个人身上招呼 小时候 爸爸教给我的一些防身动作 在对方人多的情况下 根本无济于事 我只能拼力气 拼气势 拼谁更不要命 最后的结果两败俱伤 我伤得更重 第二天 猪猪几人被全校通报批评 校长亲自发话 如果再有下次 开除学籍 不管是谁 不过我不要命的态度 倒也让猪忌惮了几分 没事 他不正面 和我刚了 倒是按戳戳的小动作不少 把我的课本扔掉在我桌子上写 傻成在我凳子上涂红色颜料 我拼命地学 终于在高二 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后 得到了全校第四十五名领航班 有个同学出国留学了 顺理成章 我进了领航班 成为了木硕的同班同学 也成为了他们班的最后一名 领航班的班主任是个玉姐 他拍拍我的肩膀 只要转到我班上 你只管搞好学习 其他都不用管 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只是鼓励我的话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半个学期 我竟然真的只用学习 苏黎和朱靖从未在领航班附近出现过寒假前两天 班主任生病住院了 朱朱和苏黎带着人将我堵在了楼梯口 颜笑笑 你以为靠你妈八届校长进了领航班 就真是领航班一员了 像你这样的丑八怪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嫌弃 被人看不起 颜笑笑 你去了也是领航班的耻辱 永远当你的倒数第一去吧 难怪你叫笑笑 因为你本身就是个笑话 只要对方不动手 我都能把那些难听的话当成狗废 我推开挡在我面前的苏黎 不挡到 背着书包淡定地下楼 一直到出了楼梯口的时候 才听到苏黎大叫一声 颜笑笑 你骂我狗 我可没骂 是你自己说的 他发了风地追上来 在看见我身边站着的人时 瞬间便收敛了张牙舞爪的气势 慕朔哥哥 你怎么也在 慕朔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穿具便脸 六苏礼 我劝你别惹我 同学期末考试那天 我吃完早饭便匆匆回到座位上复习 慕朔回来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数学也需要复习 他总是这样随口一句话 就能让我心梗 因为我刚转来领航班不久 功课门倒数第一 他常常表示 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那么用功 成绩却那么差 我有些沮丧 大考小考 都是倒数第一 什么时候 才有点进步 我知道自己比不上他们 毕竟领航班的同学 汇聚了全校的尖子声 因此更知道要笨鸟先飞 所以我尽可能地利用更多时间学习 只是昨天晚上楼梯拐角处 苏黎和朱朱说的那些话太难听 我想要证明点什么 我不想当领航班倒数第一 哪怕当倒数第二也好 慕朔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对走过来的我前桌说 薛奇来打个赌 他揽着薛奇的肩膀去了教室 后面两人不知在说些什么 期末考试结束 老师们加班加点 在第二天下午将试卷发放到了我们手中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穆朔和薛奇 因为他们俩的分数比我还低 这怎么可能 休业室结束后 有同学问他俩 他俩满不在乎地说 哦 我们打赌 谁更接近五百二十分 我不知道他俩打赌的事和我当初那句抱怨有没有关系 毕竟我是领航班的丑小鸭 不敢奢望白天鹅们为我停下脚步 他们的赌局 以穆朔五百二十学齐五百二十一分 穆朔一分不差 胜出为结局 我们仨因为是全班倒数前三 被留下来打扫卫生 结束后 薛奇将他的试卷递给了我 颜笑笑 这次我把解题步骤都写得很清楚详细了 你不会的 可以看我的 不懂来问我 我刚要说谢谢 穆朔将一张草稿纸递了过来 数学填空第八题 选择四期最后两道大题的解答过程和知识点 都用了两种不同方法 你自己看能不能看得懂 看不懂也不要来问我 我已经无法更好地组织语言来教诲你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我这些题不会做的时候知道的 这是其他学科的 他将厚厚一打草稿纸递给我 瞥了我和薛奇一眼 将沉甸甸的书包往身后一甩 回家 他俩是好哥们 一前一后出了教室 我将草稿纸放进书包里 锁好门窗 才离开了教室 才下楼 便听到了咒骂声 颜笑笑 你可真是和你妈一个样 见梯子 这才继领航班不到一个月 竟然就勾搭校草学神 争着为你考低分 不要脸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有多丑 我下意识摸了摸鹅脚上的疤痕 听说你妈倒贴校长 才让你进了领航班 她是怎么贴的 跪舔当舔狗 还是只要睡觉 我额脚上的青筋 一跳一跳地冲上前去 和猪猪扭打在了一块 你们说我 我无所谓 但绝不允许抹黑我妈 他们人多势众 很快我就败下阵来 我被人踹翻在地 猪猪一脚踩在我背上 一手抓住我的头发 胆子大了 看来是欠教训了 说完一巴掌就欲往我脸上扇来 我趁势抓住她的手指 用力一弯 只听得咔咔两声她哀嚎的声音响起 我借此翻身挣脱 她身边的几个同学却叫嚣着 言笑笑 你找打 打都打了 还说什么找打 几人齐齐就要上前来追我 突然一道影子一闪 其中一人被砸得往前一扑 爱幽一看 竟是穆朔的书包 什么时候我们学校也有校园欺凌了 穆朔说他们很触目 说因为穆朔他爸是校长 育才高中是市里最好的私立高中 校训其中一条就是遵纪守法 不允许有校园欺凌现象 如有违反者 开除学籍 他们转身就要开溜 穆朔哼了一声 我让你们走了吗 以朱朱为首的几人 只得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朱朱大概被我蛇脱臼了 捂着手指疼得直吸气 那天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们说他是领航班的倒数第一 现在领航班的倒数第一 就在你们面前来取笑我吧 我惊诧看向他 原来这就是他和薛奇打赌的原因 他以总分五百二十分 稳战倒数第一 颜舅舅怎么进领航班的你们自己 心里不清楚 全校第四十五名的成绩 只要你们能考得出 照样能进 领航班 四十五人是按照全校排名进的 我就是那个全校第四十五 他捡起书包 朝我瞥了一眼 背后爱议论你的人 往往都是不如你的人 说着 他又冷眼扫了猪猪一眼 因为比你牛的人根本没空搭理你 心突然就暖了暖 他在说 我比他们牛 自从和他坐同桌之后 他从未肯定过我 每次都狠狠 对我成绩差走了 他转身我 走到猪面前 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在于 我和你好好说话 你却以为我好说话 以后别惹我 木硕转过头来 默默看了我一眼 寒假你来我家做作业 我情商低 表达能力不行 想借你的错题练练嘴 毕竟我实在弄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题你会做错 当天晚上 学校发了通告 朱朱和苏黎英七十同学 被开除学籍 从此 苏黎越发恨我 高二寒假结束时 我妈和我从外公假搬了出来 在外租了房子 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寄人篱下生活 我们原来的房子被我妈卖了 卖房的钱她全偷偷给了爷爷奶奶 她一个人支撑我的辅导费用便有些捉襟见肘 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妈又搬回了外婆家 因为我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需要人贴身照顾 舅舅舅妈都说自己很忙 没有时间来照顾我妈 说我已经能独立挣钱了 她不能不管自己 妈妈便辞了职 住在外婆家 专门伺候外婆的起居生活 这半年 舅妈和苏黎将对我的恨权都加之在我妈身上 拿她当庸人 我好几次说让妈妈将外公外婆接出来 可她却认为他们跟着我们住出租房会受委屈 宁愿自己承受一切 这不 今天一大早起来准备了一桌饭菜 我见她辛苦 也在厨房帮忙 谁知道忙活了大半天 连个桌都不让我上 让我在矮茶几上吃饭 为了恶心我 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吴一帆 我坐在小板凳上没什么 只是苦了周总了 堂堂一个大公司总监 现在端着饭碗屈着膝 也跟着我坐在小板凳上 关键是她还不敢动筷子 夫人您去坐上坐吧 我才不去嘞 外公外婆辈分大 我怎么能去坐上坐 她愁眉苦脸地看着我 您这样 我怕等夏木总来了生气 她生她的气 关你什么事 我一碗饭扒了碗站起来 将碗放回厨房 她意不意去端着碗跟在我身后 要不是碗里有点菜 看起来倒有些像是讨饭的苏黎和舅妈见她跟着 也都齐齐跟在她身后 于是我放个碗 就像是排队一样 带着一串尾巴 可笑的是 站在最后的苏黎 眼珠子都要瞪拖眼眶了 在我转身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 她咬牙切齿地说 言笑笑 你真不要脸啊 我哪不要脸了 都没有结婚 就让人叫你夫人 家里都没有同意 你就勾搭上了 木说苏黎 你还活在清朝 我和木说自由恋爱 有什么不对 她命令公司上下人等 叫我夫人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 倒是你 还是和以前一样 长个脑袋 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 我正说着 只听得我口袋里传来一声 六 苏黎惊讶地看着我 我拿出手机朝她笑笑 不好意思 刚望挂断了 你不是喜欢在木说面前装小白花吗 一次一次被她戳穿环 一次次伪装智商低诱心机重 想装还一眼被人看穿 其实想想还挺可怜的 我刚准备说要挂断电话 便听见木说又补了一刀 主要是会怕吓死人 她这话明显是在接我那句长个脑袋 苏黎愣是反应了好几秒 才反应过来 脸色变得越发难看 我笑了笑 说了声 六开门 我在门口了 木说说 毒蛇同桌要来了 好怕她说出点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来 我要去开门 周总立马跑上前去 我去开 我去开 这舅妈反应过来 连忙比周总还跑得快 我来 话还没说完 她一脚踩住自己脱鞋 砰的一声扑在了地上 肥厚的肉抖了两抖 应该不疼吧 最后门是苏黎开的 一开门 她就娇嘀嘀地叫了声 木说哥哥 哎呦 那声音加得比我养的猫还会加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谁是你哥哥 我不是你哥哥 木说醋眉扫了她一眼 别瞎叫唤 还没立春 过分了 说完她转头 喊了声外公外婆阿姨 新年快乐 全然没将舅妈放在眼里 事后我问她 为什么不向舅舅舅妈打招呼 她说 阿姨在的这半年 发生了什么 我都看在眼里 站在她家阳台上 的确能将外婆家院子里 发生了什么 看得清清楚楚 你妈以后就是我妈 她又说 她们欺负我妈 我还对她好言好色 我犯见 谁谁是我夫人相亲对象 木说接着环顾全场 看向小李 小李吓得连忙白手 不是我不是我 我是苏黎的相亲对象 小李一开口 苏黎立马怒了 谁说 你是我相亲对象了 对舅妈翻脸不认人 我们家苏黎不着急 不用相亲 小李被这娘俩神一般的操作给吓到了 阿姨 我和吴一帆一起进来的 现在吴一帆跑了 你怎么能说我是笑笑相亲对象 原来在周总打电话的时候 吴一帆就察觉不妙 赶紧脚底抹油跑了 你们这么做人 以后谁还敢和你家苏黎相亲 小李气得脸红脖子粗 愤怒地离开了 谁给我夫人介绍的对象 木说脸一沉 语气森森 好不 可不 谁知他刚说完 只听得他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女声 外公外婆阿姨 新年快乐 女人拎着大包小包 郁闷地瞪了木说一眼 怎么回事啊 你叫我一个女流之辈拎这么多 听说自己未来老婆受欺负了 连东西都顾不上拿 就空手上门了 说完它 朝我挤了几眼 快笑笑给姐姐搭把手 我连忙跑过去 敬畏地叫了声 傅老师 新年快乐 近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高三的班主任傅年年 叫啥老师啊 叫表姐 傅老师将礼品放在角落 走到我妈面前 阿姨 本来我阿姨和姨父想出巴回国 后来和您商量两人的婚事 没想到这小子急了 先拉了我过来充当家长 说什么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我妈对傅老师一向很尊重 很感念他在我高三时照顾我 没想到他竟然和穆朔还是表姐弟关系 笑着说笑笑年前已经将他俩的事和我说了 穆朔是个好孩子 我放心 舅舅舅舅妈健壮忙凑到穆朔前 招呼穆总您请上座 还没吃晚饭 正好我们还没开动 舅舅经营了一家小加工厂 他的客源二三都靠着穆朔公司 他们之所以想方设法 要将苏黎塞进我们公司 打的就是让苏黎多接近穆朔的主意 年前他们在书房 商量的时候 我恰好经过 不小心听见了舅妈说 小黎你要是嫁给了穆 说我们全家以后都吃穿不愁 你爸的事业也不用头疼了 妈 你放心 穆朔哥哥绝对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一边打着穆朔的主意 一边又找着备胎相亲 这娘俩玩得可真高 那个曾经被他们打着算盘 拼命接近的男人 此时站在我身边 正好我还没吃晚饭 于是她让我去盛了一碗饭 你刚坐哪里吃的 她端着饭碗问我 指了指矮茶鸡旁的小凳子 身高体长的男人 屈着腿在那只小凳子上坐了下来 周总见状 连忙坐在了他身边 于是舅舅妈一脸苦笑地劝着穆总 这里不适合您坐 您还是去主位吧 穆朔眉眼一冷 灵力的目光盯着舅妈 这里不适合我坐 那为什么适合我未婚妻坐 穆朔又看向舅舅 苏老板 您说这里适合笑笑坐吗 舅舅一抹脸上的汗 尴尴尬笑着陪礼 对不起穆总 我们不知道笑笑是您这话什么意思 他要不是我未婚妻就能随便被人欺负 我听说苏老板今年生意势头不错呀 好吧 他竟然把生意抬出来要挟舅舅了 对不起啊 笑笑 我舅舅是生意人 早已经看出穆朔要的是什么 不需要他点出来 便先道了歉 舅舅是个明白人 说完他看向舅妈 舅妈捂着摔疼了的胯 紫牙咧嘴地说 笑笑 你别往心里去 哼 穆朔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 笑笑 最后穆朔看向了苏黎 眼神冰冷 犹如冰刃 苏黎咬着牙 恨恨地看向我 就是不肯开口 呵呵 他从小到大陷害过我多少回了 那回道过歉 当初他被开除后 还扬言要宰了我 怎么 穆朔挑眉 舅舅妈一向护短 见他不肯道歉 忙想着来转移话题 穆总先上座吧 穆朔冷笑 坐在小凳子上 一动不动 周总连忙瞪了苏黎一眼 苏黎 我们公司要的是有责任 有担当的年轻人 穆朔讽刺地轻哼了一声 舅妈连忙拽了拽苏黎的袖子 小黎 苏黎终于低下了 他那高傲的头颅 表姐 对不起 我故作疑惑 苏黎 你说是哪次对不起 可以说完整点吗 比如说 表姐 我不该 我不该将你推下山坡 对不起 我盯着他 他咬牙切齿地低下头去 对不起 表姐 我不该将你推下山坡 舅妈一听 立马横眉睦睦 看向我颜笑笑 你过分了 仗着有木 总在场栽赃陷害我们小黎 你掉下山坡 是小黎推的吗 我笑咪咪地看向苏黎 你说呢 木硕冷笑 当时我在场 苏黎咬着下唇 是我推的 多年前 我们被救上来时 就已经向大人们说得清清楚楚 是苏黎推的我 可惜 除了我妈愿意相信我 所有大人都不信 他们不相信 一个小孩心思会如此歹毒 就连外公也不信 现在苏黎亲口承认 气得外公连练剁拐杖 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歹毒的东西 继续 我淡默地看着苏黎 舅妈瞥了一眼苏黎 在她耳边轻轻说 忍一忍 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 你爸的场子不能没客源 苏黎后曹牙咬得咯咯作响 对不起表姐 我不该把你推下游泳池 对不起表姐 我不该穿多猪霸凌你 我不该撕你试卷向老师告假状 我不该在你课桌上课 侮辱人的文字 我看着她屈辱又愤怒 却又拿我没辙的样子笑了 你可以道歉 但我不会选择原谅你 穆朔坐在小板凳上遛又说 遛 想当初我每次错题 她总是损我一个字 然后再用十分不情愿的语气说 要不是为了突破我的辅导能力 我才懒得给你讲题 被她荼毒一年多的我 现在终于到了翻身的时候了 我瞥了她一眼 差不多得了 外公外婆饿了 她连忙放下碗 凑到我身边来 是是是 夫人说得对 舅舅舅妈连忙将她领到上座 她却不肯坚持长幼有序 请外公外婆坐了上座 自己在我妈的下方坐了下来 至于苏黎和舅妈 就算位置够 还是被赶到了矮凳上 妈 她极为自然地叫了我妈一声 我惊讶地看向她 却见她朝我挤了挤眼睛 妈 我想用隔壁房子做婚房 到时候 你和外公外婆搬过去住 笑笑和我婚后住公司附近的别墅 您看可以吗 我妈点点头 妈 彩礼多少钱合适 您看一 八百八十八万合适吗 我妈惊到了 多少 一 八百八十八万 不用不用 我家 笑笑不用彩礼 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 不行 怎么能不要彩礼呢 我看着为彩礼讨论起来的两人 陷入了沉思 聚会结束后 舅妈拉着苏黎在楼梯口嘀咕 妈怎么知道沐朔会来呀 不是怕你绑不上沐朔 给你先找个备胎吗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 男女朋友又怎样 人家结了婚的还能被拆散呢 放心吧 你只要进了沐朔公司 就有机会成为总裁夫人 就这样 还在打沐朔的主意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沐朔拉着我去领了证 一月之后又给了我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之前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上说 你爸爸很伟大 不要记恨他 我抱着那封信哭了 我就知道 爸爸值得我相信 宁愿名声被抹黑 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受他的影响 我才能在领航班那么多学霸的压制下 依旧努力向上 从未有过自暴自弃的想法 后来苏黎成为了我们公司的前台 因为沐朔说这样 他就可以每天都看到我过得有多幸福 并且恭恭敬敬向我打招呼了 每天我和沐朔并肩走进公司时 苏黎都要九十度鞠躬 并且露八颗牙齿微笑 夫人早上好 沐总早上好 沐朔坚持让他先叫夫人 以示公司上下对夫人的尊重 舅舅的工厂因为粗制滥造 被质检人员给查出来 曾经倾斜给他的客源 也都转移到了一个他市的厂长那里 舅妈孤注一掷 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苏黎身上 于是苏黎天天在公司上演着巧遇穆朔的丑剧 于是穆朔那句春暖了 花开了 你以为你又行了吗 变成了大家对苏黎的金句 员工们将穆朔对他的句子收集起来 出了一个小册子 名字叫高手对人不带脏 我们部门的理解看不下去 苏黎的做派给他介绍了个男朋友 那天那男人将玫瑰花送到前台的时候 正巧被我看见 原来竟是吴一帆 理解火眼金睛 他俩真是绝配 于是苏黎陷入了被吴一帆狠追 他拼命想要甩脱这张狗皮膏药 却甩不掉的痛苦静地之中 穆朔炎笑笑发外 我和穆朔在一起是因为一次挑战 我和闺蜜两人共同经营了一个视频号 靠路真心话大冒险短视频积累了不少粉丝 为了在春节拉波流量 我们答应要完成粉丝投票最高的愿望 只是这愿望是让我亲一下老板 当时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 这难度也太大了 维牙宴那天好不热闹 宴会厅里摆了几十桌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目朔所在的那桌 有些紧张 不行就算了 闺蜜思乡安慰我 到时候和粉丝解释一下 他们也会理解 大不了流失掉几个钻牛角尖的粉 不行都答应了他们 失到临头又反悔说 做不到 会被他们看不起 我搓了搓手 跃跃欲试 毕竟他是我高三时暗恋过的人 亲亲脸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心愿了 放心 等下会有个全公司员工一起过生日的活动 我趁熄灯时上你悄悄拍好视频 因为心里装着是我 简直如坐针毡 时不时地扫目说一眼 好几次发现他竟也朝我看过来 目光幽深 仿佛已然看穿我的小心思 好不容易挨到生日会环节 随着灯灭拳 宴会厅顿时陷入一片幽暗之中 我连忙起身 快步走向目说 不知踢到了谁的灯角 疼得呲牙咧嘴 也不敢有片刻耽搁 走廊的应急灯光 让我得以辨认出目说的位置 我冲上前去 准备在他脸上 蜻蜓点下水便扯 可谁知道 在我刚要触碰到他脸颊时 他会转过头来呢 那温润的触感 让我心底一麻 一道又酸又涩的电流 涌上了心间 大脑灯时便当机了 继而我腰间一紧 被他一带 坐在了他腿上 穆硕不仅回应了 还占据了主导地位 靠 这个渣男知道 是谁偷亲他吗 就这么热烈地回应 穆总现在推蛋糕上来吗 行政部经理小心翼翼 在一旁提醒穆硕 不肯放过我 穆总 我拼命将他推开 站了起来 穆硕的声音 比以往低沉阴雅了些 很快 蛋糕推上来 大厅里点上了蜡烛 大家一起唱着生日歌 我站在他身旁瑟瑟发抖 因为网友的任务还没做完 还有一半亲完他之后告诉他 你亲错人了 我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坟头的青草 明年能长两丈 来高灯亮了 木术双眸黑漆漆地看着我时 眼尾微微上扬 我的心一颤一颤的 被他这副表情给吓得笑笑 你的第一块蛋糕 他竟然随手就递给了我 我接过蛋糕 豁出去了 对不起 阿牧总 他一愣 旋即眼中笑意更甚 竟夹杂着一丝宠溺和温柔 笑笑 不用说抱歉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牧总 我刚才亲错人了 他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一时间 错愕 羞恼 愤怒 在他眼中浮现 不易而足 此时此刻 原本喧嚣嘈杂的宴会厅 慢慢安静下来 大家目瞪狗呆地看向我们这边 木朔轻轻抹去自己嘴角的口红印音 侧侧朝我一笑 六看着一双双瞪大的双眼 我两腿颤颤 完了 大抱生气了 好好回去准备准备辞职信吧 明天早上八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看要炒我鱿鱼呢 哼 谁怕谁呢 要不是你开的工资高 老娘才不伺候了呢 我看着他森冷的脸 心一横 反正也是卷铺盖滚蛋 最后一天 姐一定硬气一回 木说占了便宜还卖乖 刚你也回应了 这话像是炸弹一样 将一潭死水炸得波澜四起 众人终于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年会结束就加班 我在办公室等你 木说得脸黑得几乎能低下 莫来 我转过身 坐回自己位置上 如芒在背 思乡已经将视频发在平台上了 不一会儿粉丝点赞量就过万了 评论区都是在说看不清的笑笑 你是不是顾的人演得刚那么黑乎乎的根本分不清是不是木总 笑笑 你亲的那个不会就是你男朋友吧 我相信笑笑 你们没见木总盯着笑笑 看得眼神有多宠吗 哟 炎弧的 我的心都要化了呢 楼上姐妹不会说就少说点 反正这则看不清 我们要求拍清楚的 能看见是木总的 这则你挡住他了 于是粉丝们纷纷要求我再亲一遍 并且要求一定要光线好 木硕露面 呵呵 我真的酸Q 谢谢你们了 我的亲亲 粉丝们顶着大家异样的目光 熬到宴会结束 回到公司时 总裁办的灯已经亮着了 我对思乡说 姐妹 你有没有现金 思乡拿出刚发的五 零零零块红包递给我 走 进去拍视频 姐姐再亲她一回 我进去的时候 木硕正皱眉捏着眉心 她今天喝了不少酒 我抽出一百块 往她办公桌上一拍 她抬头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买你的脸一秒钟 我壮着胆子大声说 气势不足 声音来凑颜笑笑 她声音像是裹了双血 我打了个机灵 不够二百脸 让我亲一下五百 我又拍了三张 一 零零零 一 零零零快 一秒已经够多了呀 木硕冷哼了一声 对正在拍视频的思乡说 思乡 你先出去 思乡出去了 我看着她 朝我走了过来 看着她恨不得掐死我的表情 豁出去了 五 零零零 不能再多了 木硕将我逼到墙角 一把将我手中的五 零零零快 全都薅走了 亲她说着 自己打开了手机录像 我亲了她的脸一下 但她却一侧脸 唇贴了上来 大概五分钟之后 她阴哑着嗓音说 给你一个亿 给我亲二十四小时 那天当然没能消费掉 二十四小时 剩下的她说先存着 但此人有些腹黑 晚上就发了我亲她的视频 在微博上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木夫人 我夫人爱笑 大家以后见了她多笑笑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三十岁的年纪 大多数人都开始成家立业 选择一个城市生活下来 当然也有不少人 还是在为生活而奔波 有的时候 在大排档或是在ICU门口 看到有一群人 能为一个人而欢呼 或是沉默 总是觉得幸福 这种有人围着的感觉就是好 但对于小明来说 这些都是奢侈 初一那年 小明从一个距离县城很远的农村 来到县里上初中 那个时候 公立学校免费上学 不然的话 可能她就没有学上 而是在爷爷的安排下 跟着同村的人去打工 虽然是公立学校 但学校没有学生宿舍 很多人都是在学校对面的公寓楼住 一学期三百块钱的住所费 也不算是很贵 小明当天 就随便找个床位 把这件事给定下来 因为爷爷舍不得花钱 所以一大早 小明就自己带着被子 带着洗脸盆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自己坐上公交来到学校 这是自从父母去世后 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县城 晚上很多同学都从外面回来 毕竟是刚刚从小学生上来 有的人也确实是第一次进城 觉得新奇玩得很开 康康看到小明旁边还有个空位 便走过去找他说话 或许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的对话 他们就交往了十多年 初中一般都是每个周放假一次 但小明每次都不舍得回家 毕竟一次公交费就要十二块钱 那不如自己在宿舍待着 这十二块钱能够他吃很久的饭了 而康康的家就在县城旁边 每次骑自行车也不过是二十分钟的路程 起初康康还以为小明是在等家里人 或是等发小放假一起回家 后来打听了才知道 他几乎是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喂的就是省钱 学校也没有食堂 他们都是在外面买吃的 小明每次从家里都带来很多咸菜 豆瓣酱或是其他的东西 满满一书包都是 然后每次都是买两个馒头 再去楼下接一杯水 只需要一毛钱 这样就算是他的一餐了 康康是留守儿童 跟着奶奶生活 爸妈都在外地做生意 也是顾不上康康 但即便是这样 康康自己觉得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 没想到身边还有更苦的人 他有次回家 就把在学校认识的新朋友小明告诉了奶奶 奶奶便说 下次学校放假 记得把这个同学带上 在咱家住几天都没事 然而小明自然是不同意的 他倒不是不乐意去 而是心里一直有阴影 不敢去别人家 小的时候父母去世 村里人觉得他们家应该是有什么传染病 要不然父母不可能都去世了 也有家长说小明家不吉利 于是就把自己的孩子叫到一边去 不跟小明玩 小学的时候 小明身边就自己一个人 没人跟他玩 即便是在好的伙伴 也都是偷偷地跟他约好地方 他们偷偷地玩 不敢让父母看到 被看到后 可能就是一顿打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也有同学 喊他去家里做作 但他已经不敢去了 要么就是在去之前 问问你家里有大人吗 有的话我就不去了 而这一次 康康则是硬拉着他回家 康康说 我乃我爸都知道 咱俩玩得好 你就去吧 没事 结果这一去就是初中三年 以往学校放假 大家回到宿舍急忙收拾东西 恨不得一分钟就能够到家 反观小明 没有要收拾东西的举动 只是坐在床上发呆 等人都走完 没事的时候 自己洗洗衣服 看看书 然后等着开学 一个月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 爷爷在给他装一点咸菜 或是拿点馒头 胡萝卜啥的 如今他可以经常去康康家 康康的奶奶 有的时候 还会给他们炒两个菜 第一次 小明放下了戒心 两个人都很努力 考上了同一所高中 虽然不在一个班 但也经常能够见面 高中是一个月放假一次 可能是两天或是一天半 家里的爷爷年纪大了 眼神不好使 上初中的时候 本来就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现在上了高中 却多想着回家看看爷爷 有的时候 康康会邀请他回家住 但被小明拒绝了 他还是担心爷爷在家 可能也过得不是很好 高三那年 康康的爸妈从外地回来了 毕竟儿子要高考 作为他们家第一个参加高考的人 所有人都很激动 康康的妈妈 甚至还想在学校附近租一个房子 每天给孩子做饭洗衣 康康爸爸也表示这样可以 但最好是租一个两师一厅的 这样也可以把小明给叫过去 康康把这个消息给小明说了 倒是吓了小明一跳 他先是表示不理解 后来就说完全没必要 自己在学校吃饭睡觉学习也是挺好的 不耽误事情 最后康康也拒绝了妈妈的这个想法 不过时常妈妈会在家里做好饭端过来 每次的量都很大 这是爸爸的意思 想着让小明也跟着吃点 但小明觉得不好意思就拒绝了 后来妈妈在过来送饭的时候 就会做两份 另一份用东西包裹着保温 让康康拿给小明吃 高考结束 康康的父母把两个人接到家里 做了一桌子的菜 奶奶说两个孩子都很辛苦 今天考完要好好庆祝一下 小明也没有想过 自己考完了会有人给自己庆祝一下 在他的想法里 考完了把书卖了 然后回家帮爷爷收拾庄稼 也仅此而已了 这场景自己做梦都不曾想过 在饭桌上 小明倒了一杯橙汁 然后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 表示感谢 六年过去了 来这个家比回自己家多 实在是无以言表 康爸爸就说 这就是你家 你要是不嫌弃 喊我一声干大 后面你的事情我都给你包了 我孩子有啥 你也有啥 康康附和着让小明喊一声听听 但小明觉得不合适 只是笑笑 其实在他心里还是有所顾忌 他甚至担心有同村的小伙伴跟康康说他小时候的事情 然后连康康的家都来不了了 这仅有的美好就这么保留着 别去破坏就好 也就不图别的了 他们两个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同一所大学 第二志愿也是高考分数下来了 但两个人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被错开录取了 两个人去了不同的城市 开学的时候 康康的父母要陪着康康去报道 毕竟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整个家族的人都很开心 收到通知书的时候 叔叔婶婶 姑姑姥姥等人都纷纷拿出不少钱 说是给孩子的零花钱 小明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个尿素袋和一个蛇皮袋 没有什么了 因为家里实在是没钱 村里募捐了一下 大概有六千块钱左右 几个叔叔姑姑也拿出来一点钱 小明自己合计一下 大概能够扛过大一的所有费用 林上车前 康康的父亲拿出一千块钱硬塞给小明 小明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喊着说 叔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能要你的钱 康康的父亲则不管他的拒绝 一把塞进了他那个蛇皮袋包里 说 别嫌少 我和你审 一年没出去了 康康也考上了大学 没有你的好 学费有点贵 我要是有钱就多给你拿点 小明自然是不能够要的 这一千块钱够普通的学生吃好久的饭了 他要把钱拿出来 结果被康康的妈妈阻止了 康康妈妈说 你要是把钱给我们 以后就别来我们家了 你是不是嫌少 怎么会嫌少呢 自己的姑姑才给拿了一千块钱 这只是同学关系 就拿了一千 小小明让堂哥帮买的火车票 本来堂哥说要给他买个卧铺 但是看到那个价格 小明实在是不敢去做 便要求买个硬做就行 经过一夜的颠簸来到了学校 交完学费 兜里就剩下一千五百块钱 这才是九月 还有几个月才能够到年底 才能打寒假工 小明先是申请了助学金 然后又在食堂找了一份工作 班里申请助学金的人很多 如果是论家庭困难程度 相信没人能够比小明更加困难 但最后也只是申请到第二的名额 第一的名额被班长申请走了 他们是投票制的 班长跟辅导员的关系好 在班里也有几个人跟随 所以跳数很高 而小明之所以能够有第二个的名额 是大家看在眼里的穷 他的军训服装穿了一整个 大一时期来大学报到的时候 就一双拖鞋 一双球鞋 但球鞋已经不能再穿了 脚后跟被磨平 日常的时候 小明会拿出两双鞋垫放进去 这样走起路来就不会太个脚 即便是第二个名额 那点钱也不够干什么的 他已经很控制花钱了 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已经吃完 他就去买了几瓶下饭的拌菜 一瓶也就是几块钱 每次买几个馒头回来 或者买一份面条 然后伴着吃 这样每个月也花不了几个钱 但这终究不是办法 最后还是去食堂打了工作 是老乡给找的 每个月给一百块钱 但是管中午和晚上两顿饭 虽然很多人劝他说不要去干 简直就是在欺负人 那么大的一个窗口 就用了小明一个兼职工 一个月才给一百块钱 这分明就是在欺负人 但对于小明来说 能够管饭已经不错了 又何必在乎干多少活呢 不过老板给的活也确实多 从洗菜到盛饭 再到处理垃圾 倒垃圾等等 有的时候 周末老板儿子来到学校 老板就把小明喊过来 给孩子辅导功课 不管怎样 小明还是干完了 整个大一也算是熬过去了 大二的时候 康爸爸来到小明所在的城市 工作是在一个很偏远的躯干装修 周末小明打了电话 两个人约在学校门口见面 一见面 康康父亲就笑呵呵地朝小明挥手 小明带着他在学校转了转 又在食堂吃饭 讲了很多在学校的事情 像极了儿子在跟父亲讲大学的生活一般 临走的时候 康康父亲拉着他要去买几身衣服 但小明死活不肯去 小明还说自己重找了一份兼职 按小时收费 已经比大一的时候好很多了 但康康父亲还是不忍心 想着不让买衣服 那就买点水果到他的宿舍吧 然后跟他的室友打个招呼 让他们相互有个照应 室友们都热情地招呼着 有人还说 小明 这是你爸呀 小明正要解释 结果康爸爸就说 我是他 干爸也是爸 然后一声爽朗的笑声在宿舍传开 说是来看看小明的宿舍 但其实更多的是想给小明坐坐后台 他听康康说申请助学金的事情 有人拉帮结派地在欺负小明 康爸爸在宿舍说了好久的话 这期间还不停地拿出水果请同学们吃 就这样 一直聊到了下午的饭点 康康爸爸提议说 作为小明的干爸 请大家吃个饭 众人连忙道谢说 不用了 他们父子俩好好团聚一下就行 趁天还没黑 小明把康康爸爸送走 临走的时候 康康爸爸拿出八百块钱硬塞给小明 小明几次都把钱塞了回去 但拗不过他 康爸爸说 我给你买衣服 你不要 那就给你点钱 自己买喜欢的衣服 小明说 叔 我有钱 你自己留着吧 康爸爸说 你有是你的 我给是我的 记住了 吃点好的 别老是吃咸菜 吃馒头 多吃点鸡蛋 看看你这个头都耽误了 也确实 初一他和康康刚认识的时候 就比康康高出半个头 如今多年过去 康康已经是一米八的大高个 但自己还是当初的那个 个头一点没长 有时候康康总是调侃 一定是吃咸菜吃过了 太咸 骨头不愿意涨 康爸爸来了一趟 果然是奏效 第二年的助学金申请 小明全票通过 拿了第一 也是最多的助学金了 他终于换了一个手机 再不换 手机就真的要废了 现在手里的这个手机 还是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 他从外地打工回来 在康康家住 康康爸爸给他俩一人 买了一部手机 是从二手店买来的 价格不贵 但是能用 起初小明觉得 能够用个两三年 但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已经卡得不像样子 打开一个软件 都要好久好久 大家都在玩社交 玩各种平台 大二了 小明没有一次网上购物经验 甚至连购物账号都没有 他拿到助学金之后 想着给康爸爸买个什么东西 这个城市冬天很冷 要不给叔叔买一个棉服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室友 室友拿着小明的手机 帮他安装了几个软件 然后又帮他申请了该使用的账号 还帮他绑定好了银行卡 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去搜索 怎么去付款 如果出现售后问题 该怎么去申请售后 这些东西 康康在高二的时候就教过他 但当时的他觉得 这些都是自己遥不可及的东西 便不想学 如今几年过去 看着同学们在网上买东西如此方便 也想着学习一下 奈何手机实在是太卡 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就把这个想法放在心里 现在好了 终于可以下单了 他给康康爸爸买了一个棉服 给爷爷买了一个同款的棉服 还给爷爷的老年鸡 充了五十块钱的花费 看着生活是好一点 但小明在去食堂的时候 还是点面食或是白菜 那几个简单的菜 他喜欢去二号食堂吃饭 倒不是因为那里饭菜多好吃 只因为那里的饭便宜 小明吃的白菜是一块钱一份 吃的炒豆芽也是一块钱一份 而且食堂大厅中间有个大桶 每天中午里面都装满淡化汤 这样也能够喝上一口汤 对于小明来说已经是很好的生活了 每年暑假小明都会去做暑假工 寒假也是如此 只有在临近年底的时候 他才会回家坐一夜的火车 再坐四个小时的大巴来到县城 每次康康都在县城等着他 然后把他带到家里住两天 有的时候小明回来的晚 可能已是半夜 康康就和爸爸开着车 一起到车站等着小明 康康手里总是拿着一杯热的白开水 他知道小明晕车严重 下了车可能就是想要喝一杯白开水冲冲味 有几次康康到了车站才想起来装好的水忘记拿了 这个时候爸爸总是笑呵呵地说 你忘了拿 不代表我也忘了拿 每年康康的妈妈都会油炸很多东西 然后晾干 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干净塑料袋 给小明装起来 还安排小明到家了 记得打开口子 可以直接跟爷爷一起吃 这用的面和芝麻都是很好的 爷爷也能够吃得懂 除夕的时候 小明会给康康的爸妈打视频电话 有的时候也会让爷爷出来说说话 但爷爷眼神不好 老是看不清东西 总是笑呵呵地说 他们给小明拿的东西很好吃 祝新年快乐 然后就只剩下呵呵地笑了 父母去世的时候 小明还很小 按照村里的规矩 家里人去世三年 不能够张贴什么东西 但小明回忆了一下 这个家好像从来都没有 张贴过什么喜庆的东西 一盏灯在屋里发出淡黄色的灯光 这灯也有好多年的历史 上面都是飞虫的尸体挡住了光 使得整个屋里都很昏暗 后来 小明就买了一个灯泡换上 瞬间感觉这个家就不一样了 于是在他心里也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大肆实习 小明没有在学校参加招聘会 学姐在一家公司干得还不错 就把他给介绍了过去 小明一直很努力地工作 想着能够赚到钱 把家里的房子给翻新一下 他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结婚 跟谁结婚 在哪结婚 总觉得这些事情离自己很远 但他还是想把家里给翻新一下 不为别的 只是想把这个老旧很多年的家给弄一下 显得鲜亮一点 不再那么昏暗 再说 每次下雨都会被雨水滴行 这样的日子自己不想再过了 也不想让爷爷跟着过 所以翻新房子的事情是必须的 国庆节 康康问小明要出去玩步 结果被拒绝了 小明说要回家翻新房子 要找木匠 尼瓦匠等等 自己一个人也不认识 可能十月一的假期都不够自己用 没时间出去玩 结果刚到家的第二天 康康爸爸就来了 原来是康康给爸爸打的电话 说了小明的事情 确实如此 一个上学多年的人回到老家 别说是找人帮忙 就是一个村的 也不一定能够认得全翻新房子 这事 还是要找靠谱的人 否则钱也花了 活也没干明白 康康康爸爸之前就是做装修这一块的 在老家也认识一些人 他都给喊过来了 包括买材料的时候 康爸爸一直跟着小明帮忙砍价 帮忙找熟人 生怕小明踩了坑 小明把南边那面坍塌很多年的墙重新垒起来 又给房顶上加了一层铁皮 防止漏雨 还把屋里的土地给翻新 再铺上水泥 也重新盖了一个厨房 之前的那个厨房 失过两次火 早就破烂不堪 现在也重新给盖了起来 假期很快就过完了 但房子只是刚动工没多久 小明还是要返回去上班 他给爷爷留了三万块钱 说记得给人家结账 还有要把康爸爸的工钱也要结算了 小明是返程了 家里的活说的是让爷爷帮着照看 但爷爷眼神不好 而且年纪实在是太大 很多时候都是康爸爸在帮忙 缺什么就买什么 哪里做得不好了 就直接跟师父沟通 最后爷爷把三万块钱都交给了康爸爸 结果被退回了八千 说用不了那么多 后来才知道 都是康康爸爸的关系 人家师父看在康康爸爸面子上 工钱要得很少 而且康康爸爸也一分钱没拿 工钱这才省下来不少 几年过去 康康和小明先后结婚 康康还算是很顺利 小明过去做了伴郎 但小明结婚时似乎不太顺利 女方那边要求有个长辈能够出面进行沟通 能够主持大事 几个叔叔都在外地 实在是回不来 最后还是康康爸爸出面了 但那个时候他在老家也一直接着装修的活 忙不开 有的时候都是电话沟通 康爸爸对女孩的父亲说 有他在啥事都好商量 女儿嫁过来也不会吃苦 小明是个懂事的孩子 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在外打拼 他们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 最后婚期定下来了 眼看还有几天 小明已经请假回到老家 开始收拾康康 有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本来康爸爸也说过来帮忙 但最近接的活很多 实在是离不开身 不过结婚那天一定会到 小明还开玩笑说 你一定要和沈氏一起来 我和我对象一定给你们敬茶敬酒 一切仿佛都在按部就班地发生着 小明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明天的结婚了 然而从结婚前夕 一直到拜完天地 小明都没见到康康一家人的出现 连康康都没来 因为当天实在是太忙 小明一直没有拿着手机 好不容易把亲朋好友都送走 小明赶紧拿出手机 刚打开手机 就看到无数的未接电话 和无数的消息 小明打了康康手机没人接 打了康康父亲的也没人接 怎么回事 不来婚礼也不接电话 这是咋了 小明又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 正要放弃的时候 电话响了 是康康打过来的 电话那头声音很低沉 康康说 我爸从架子上摔下来了 腿断了 现在在医院 情绪刚稳定 小明呆住了 问了地址之后 带着还没有卸妆的媳妇 借了一辆车 跑到了县医院 打开门看到一屋子人 好多自己都认识 这个时候 康奶奶看到了 便喊着小明的名字 几个人也跟着奶奶的目光 转了过去 小明牵着媳妇的手 来到病床前 一阵心疼地问候之后 康爸爸说 本来都要下班了 想着你要结婚 心里高兴 一高兴 忘了看脚下 就摔下来了 不过咱服大命大 没事不要担心 小明听着满眼含泪 他说 这几天 他会和媳妇在医院 陪着照顾康康爸爸 结果被康康父母拒绝了 他们说 你还有三天回门 赶紧回家收拾东西准备一下 你后面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不能留在医院 但小明不肯 眼泪流了下来 小明说 我来照顾一下我叔 等我叔好了 我还要带着媳妇给他敬茶呢 康康爸爸说 那不着急 等年底你带着媳妇来我家看看 我比啥都强 众人劝着小明 毕竟三天要回门 还是要回家准备一下 家里就爷爷一个人 年纪大了 行动不方便 很多事情还是得小明自己来 小明和对象在医院待了一夜 第二天准备回去 临走的时候 他跟康爸爸说 叔 我忙完这段时间会再来看你的 众人在门口挥手 让小明不要太担心 回家的路上 小明回想着自己的这几十年的生活 竟然一半的时间都和康家在来往 没想到在自己结婚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见证 似乎也是一种遗憾了 在路上 小明不止一次地想着 叔 你快点好起来 我来个大学的触动 我也不上 译